第二百七十八张唐突 受够了这酸腹气息 说什么也得去外面透透气才行 容良等人应下 陪着三殿下去换了身衣上后 一同出了门 眼下实意得到了控制 红政府的状况一日比一日好 府城之内大半百姓已是恢复了正常生活 许多铺子已是正常开始做生意 街上也能瞧见一些摆摊叫卖 走街串巷的货廊 比着前段时日的哀红遍野 此时的状况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 三殿下颇为欣慰 沿着街道慢慢地走 甚至到附近的小巷子里去转了转 小巷子要冷清许多 但也还算平静 因为到处都是住宅的缘故 能闻得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浓烈药味 百姓们严格按照十一方子用药 消毒预防 可以说一切井然有序 但待三殿下走到一个更加僻静的巷子时 险些迎面撞上了人 那人身着情衣 小巷模样 且旁边站了三个与他穿着装束相似之人 四人此时神情紧张 满脸警惕地看向三殿下一行人 而他们的脚下 是胡乱堆起的一堆麻袋 每个麻袋上却坠着写着字的布条 因那麻袋中散发着浓重的草药气息 三殿下拧眉 下意识瞥了一眼 其中一个麻袋上捆着的布条上 写着干草二字 再往其他麻袋上看 至麻黄 莲桥 金银花 板蓝根 大黄等等 这 全都是治疗十亿的药材 因为洪政府十亿严重 这些药材极其匮乏 为防止商人囤积居齐 坐地涨价 郑亚昆已是跟商会集药财行谈过话 要求他们以平价销售 不得大肆涨价 且凡是运送到洪政府的药材 皆是在衙门的监督下 配置好治疗十亿的方子 分发各处 确保百姓们能够有药可吃 有病可治 可以说 百姓手中的 皆是按治疗十亿的方子配置好的整包药材 不会是像这样按各种草药分类放置 这样的药材 只有商人手中才有 但此时药材稀缺 但凡是城中药材铺所过来的药材 皆是由衙门看守 基本是不会出现这样散落在巷子被寻常人看守的情况 还是说 这些药材是有些人偷偷运入城中 准备发国难财 大赚一笔的 三殿下脸色阴沉 刚要发话 但卫手的那名小司却是满脸警惕 你们是什么人 要干什么 那你又是什么人 在这里做什么 三殿下反问了一句 这些药材又是哪里来的 是我们买来的 小司回答了一句 见三殿下等人语气不善 也是有些不怨 只插了腰 瞪着眼睛喝道 你这人住在海边不成 管得这样宽 你管我这药材从哪里来的 我不偷不抢就是了 见那小司说话呛人得很 荣良也呛声起来 大胆 不偷不抢就算无事了嘛 你且老实交代 这药材要运往何处 所作何用 若是还在这里信口湖州 便拉了你去衙门知罪 你是何人 凭什么拉了我去见官 小司仍旧无丝毫畏惧 反而是瞪了荣良和三殿下一眼 甚至道 光天化日的 你们在这里装腔做事的 想着抢了我们的药材 门都没有 你们若是仍旧纠缠不清 妄想贪图我们的药材 小心我们扭送了你们去衙门 旁的小司也跟着帮腔 就是 我们可是安明县子家的家奴 我家大公子 与郑之府交情极好 拾去的就赶紧走人 否则 别怪我们不客气 四个小司此时 都是满脸警惕家愤怒地 看着三殿下 以及荣良等人 三殿下闻言 却是一愣 这些人是安明县子家的家奴 那岂不就是 封竹 出了什么事 苏云若见自家小司 在与人争执 忙走了过来 小姐 卫手的封竹急忙解释 而小的们正在看守药材 这些人就窜了出来 也不知道是要做什么 小的看这些人 大约是心术不正 见咱们有之十亿的药材 便想着弄过去 胡说八道 荣良气得够呛 分明是你们囤积药材在此处 我家主子不过好奇问了两句 你这丝态度傲慢 说话嚣张 既说不出来药材的来处 又说不出来药材要做什么 这才说要送你去衙门 问个清楚罢了 好端端的 打听我们药材的来由 和去处做什么 封竹不服气地喊了回去 还不是心里有盘算 封竹 苏云若喝了一声 封竹这才住了口 看向苏云若 小姐 事情还没有问清楚 不得信口开河 胡乱下了结论 苏云若看着风竹 目光如炬 又冲三殿下道 下人唐突 还请尊驾恕罪 只是不知尊驾为何 非要追问我这药材的来由和去处 可是有什么事 苏云若此时 虽说是一身女子的打扮 却是一袭静装 十分前练 看起来十分英姿飒爽 气势上颇为锋芒毕露 令人不由的心生畏惧 三殿下并不回答苏云若的问询 而是微微一笑 拱手行礼 苏小姐 好 你认得我 苏云若顿时讶异 不自觉地打亮了一番眼前之人 年岁与他相当 模样颇为出众 气质更是不俗 一身锦袍也颇为讲究 看样子应该不是寻常之人 但这样的人 苏云若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不能叫认得 只能说听苏公子提及过 三殿下笑道 先前苏公子负责运送 赈灾所用的粮食 我与他时常见到 听苏公子提及 家中还有一位小妹 方才又听你家下人提及 他们是安明县子家的奴仆 他们既是称呼你为小姐 想来你便是苏公子口中性子刚毅 聪慧能干的小妹了 先前听苏公子和苏大夫提及苏小姐 在押送一批赈灾粮食 遭遇歹人伏击 中毒颇深 苏小姐此时可大好了 原来如此 苏云若微微点头 再次打量了三殿下一番后 扶了一扶 有劳三殿下记挂 苏大夫医术高明 早些时日已是好全了 苏小姐怎知我的身份 这次轮到三殿下差异 第279张行片抢夺 家中大哥向三殿下提及过我 自然也在我面前提及过三殿下和贺大人 想要猜中三殿下的身份 自然也不是难事 苏云若笑道 原来如此 三殿下摸了摸下吧 可你为何知道我不是贺大人 毕竟他们是姑表兄弟 模样上也是有些相似的 年岁也差不了多少 若是单单听描述 很容易将他们二人弄混才对 听大哥说 贺大人年岁比三殿下更大一些 果然 表哥比他老 所以贺大人大约性子 更加沉稳一些吧 苏云若答道 三殿下 果然是他性子更加毛躁一些嘛 三殿下朝气蓬勃 颇为好认的 苏云若鸣嘴笑了笑 而且 而且大哥说过 贺大人和苏大夫关系非比寻常 既然如此的话 面对陌生的姑娘 贺大人必定不会多说半句话的 什么 三殿下扬起了眉梢 而且 苏云若顿了顿 三殿下脚上所穿的靴子 用的是上好的松花颈 这样的颈段是藩国进贡之物 虽偶尔也有官员得到赏赐 但大多十分珍惜 大多会坐上一身衣裳 已是天恩 万万是不敢坐成鞋子穿在脚上的 所以眼前之人必定是三殿下无异 果然如苏文轩所说的一般 苏家小姐聪慧无比 三殿下心生了几分敬意 冲苏云若道 这些药材想来是苏小姐运往这里的吧 只是为何放在此处 这些药材原是要送到府衙去 由衙门出面分发给百姓治疗十亿所用 只是行走到此处时 两个衙柴拦住了我们的马车 说是这批药材不必运往县衙 直接送到巷子里面分发给百姓即可 苏云若叹了一口气 接着道 我见那人身着衙柴的寻常衣裳 且目光轻正 便以为是衙门的安排 就跟着其往巷子里面走 结果到了这巷子之后 那两个衙柴却让我们将药材放下 自行离开即可 我见附近并无其他衙柴 也并未看到等候领取药材的百姓 便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分发 结果那两个衙柴便有些不耐烦 要将我们赶走 我先前押韵镇灾粮到达洪正府时 虽然因为中毒昏迷 然后在洪正府也并未待太长时间 但知晓郑之府为人正直 治下极言 也时常听大哥说衙柴们各司其职 颇为良善 是万不该如此 便起了一心 要将药材拉走送往府衙 那二人见时机败露 便喊了十来个人直接抢夺 我们虽将那些人赶跑 但打斗之中 那些人见抢夺药材不成 割断了绳子 赶走了马匹 破坏了马车 我们不得不搬台这些草药前行 一边找寻能够继续运送药材的马车 方才三殿下到此时 我刚刚带了一个小厮去找寻马车 又担心那些人去而复返 便先赶了回来 只让那小厮去街上拦上一辆马车 苏云若说到这里 苦笑道 先前押韵镇灾粮食 也遇到过多次伏击 但大多是荒郊野外 城中颇为安全 这次也为了能够让镖局早些去护送其他东西 到了城门口后便让镖局返回 不曾想竟是出了这样的事情 说起来 也是我有些大意 衙门接收药材 是要出具文书 盖了大印的 是必定要去俯衙的 怎会只让两个衙柴来传话 苏小姐也不必过于自责 三殿下到 苏小姐也是担忧实意之中的百姓 这才觉得此事合情合理 怪不得方才那几个小厮 各个都如同炸毛的刺猬一般 原来是出现了这样的事 所以才如惊弓之鸟 生怕他们也是打药材主意的人 但也如苏小姐所说 在这府城之内 竟是有人如此大胆 做出这等行骗抢夺之事 尤其抢的 还是治疗十亿所用的药材 必不能轻饶 说吧 三殿下吩咐几人去找寻牙差 通知郑亚昆 找寻出来那些行骗抢夺之人 接着和其他几个人一起 帮着苏云若来搬运药材去抚押 见有人帮忙 且人手也足 苏云若便不再去找寻合适的马车 领着小四一起搬运药材 药材数量不少 但人多力量大 跟随三殿下 皆是一些伸手出众的侍卫 力气也不小 搬抬这些东西 也算是轻易而举 不过小半个时辰 这批药材皆是被送到了抚押 苏云若去办理药材交接的手续文书 三殿下则是去找寻郑亚昆 督促他捉拿行骗抢夺之人 但说完了话 三殿下出来 见那的叫封竹的小厮 正在和牙差描述那些人的容貌和体型 叙说当时的状况 便问 苏小姐呢 回三殿下 我家小姐已回了客栈 封竹回答 三殿下若是有事的话 小的吩咐人回去请小姐过来 封竹恭敬询问 不必了 苏小姐一路押送药材辛苦 还是要好好歇息为好 三殿下笑了笑 带着人先离了府衙 郑亚昆因为府城内出现了 有人行骗抢夺药材之事 自觉知下无方 且此事将苏家卷入 更觉得惭愧无比 对不住乐善好事的苏家 吩咐牙差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务必要将那些歹人捉拿归案 牙差们也深知其中厉害 也颇为敬佩苏家的所作所为 此事也是干尽十足 地毯式地在府城内外 找寻歹人的下落 而城中百姓在得知 在十亿如此厉害之时 既然有人妄图做出 这等丧尽天良之事 皆是同仇敌忾 自发帮忙找寻 如此过了不足两日 那些歹人便一个不落地 出现在了大狱之中 板子生此起彼伏 哀嚎生更是连绵不绝 晨光微息 康世成坐着马车往渠府走 满脸都是喜色 没办法 陈氏三个月前洗得千金 他这个做姻母的 再次升级成为一外祖母 这是天大的喜事 嘴都能笑歪掉的那种 秦家树则是颇为紧张 十分不安地把手搓了又搓 今日是丝丝的白日宴 我只送两件鹤礼 会不会有些少 显得不太重视 毕竟 这也是他第一次 比较正式的 见康世的家人 万事不能试了李叔为好 第二百八十章 年岁有些大 但康世是今日晨起 去寻他时临时提及 时间仓促 他随身没有带多少贵重之物 唯有这两样 还算拿得出手 只能将就一番 所以秦家树现在心里十分没有底 生怕因为自己表现的有些怠慢 而让康世的家人不喜欢他 无妨 这种事情 心意最重要 康世看出来秦家树的担忧 畜生安慰 为而他们也不是看重金钱和名利之人 你放心就是 康世话说的温柔 秦家树确实沉默了一会儿 试探性的张口 其实吧 我也是有些积蓄的 在京城也算有些地位 又说这种话了 康世挑起了眉 继而语重心长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安心 想让我觉得往后也算有了仰仗 可以不必那般忙碌奔波 可做生意我也不是单单为了赚钱 我就是喜欢做生意 再者说了 我这么多年也积攒了这么多的家底 即便是身无分文 也足够咱们往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你就别再说这样的话 替你家中之事了 秦家树 果然每每提及他的身份和家中状况 都会被打断 是因为自己这容貌和气质 实在是生得不像个王爷 还是说康世根本就不在乎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 还是说康世并不喜欢京城 所以也不想理解 可是最后到底还是要知晓的 毕竟他们二人也是要筹备婚事 他也要风风光光地 迎娶康世进门的 秦家树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张口 其实 我先前跟你提及的家中二哥 嗯 康世点头 却又道 不过你们虽然秦一身后 却也并非一母所生 再加上你们现如今 也都各自分家单过 虽说你家中二哥 现如今主要打理祖上留下的产业 可到底他还有其他几个树地 你若频频麻烦二哥 只怕也会招来其他几个兄弟的不满 反而十分麻烦 康世久做生意 接触到的人也是形形色色 自然也听到了许多旁人家中兄弟戏强 轴里争斗之事 而他家中关系简单 性子又属于有些粗犷的 最是不喜这些鸡毛蒜皮 内宅争斗之事 单单是听着便十分头疼 所以在最初得知 秦家树家中兄弟众多时 先是深吸了一口气 变得十分紧张 但在得知秦家树已和其他兄弟分家 单过时 才又松了口气 各家关起门来过日子 互相没什么太多的往来 只逢年过节走动一番 面上过得去即可 他还是可以接受的 又是连续两次被打断 秦家树此时有些发粘 搭拉着脑袋想了好一会儿 才歪着头看康世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倘若我位高权重 你会喜欢吗 位高权重 康世瞪大了眼睛看秦家树 嘴巴张了又张 最后上下仔细打亮了秦家树一眼 你这回子再去科举读书的话 年岁是不是有些大了 秦家树 有没有可能 我可以继承些职位什么的 康世的眼睛再次瞪大了些 片刻后伸手拍了拍秦家树的脑门 梦里继承的 说吧 继承了些什么 县子 侯爷 国公 还是王爷 不等秦家树回答 康世扑斥笑出声来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是因为自己家世之事 有些担心 也想着上进 不过真的不必非得这般 我做生意真是因为喜欢做 并非是喜欢赢钱全是什么的 等以后精力跟不上 打理不起来这些生意的话 我就交给旁人 寻快地方安安稳稳住下来 看日生日落 种田种菜 西边打水换洗 家中知不未及 过最简单的日子 秦家树文言沉默 以康世这种不具世俗的性子来说 他是真不在意 而且大约也不会喜欢 京城中身宅大院的日子 往后跟着他天南海北的走一走 且如他所说 待年岁大了之时 与他一起过田园间 男耕女制的生活 也十分不错 而现如今 几个皇子也都逐渐长大 慢慢能够开始 独立处理一些事物 假以时日皆是朝廷栋梁 他们这些老帮菜 也是该放放权 放放式的时候 十月份便是太后的寿臣 到时候 他必须要回京一趟 到时候便跟皇上说明状况 表露自己的心意 皇上与他 虽并非一母所生 但因为他的母妃与太后 自小一起长大 是手帕娇 所以他和皇上 虽年岁有差 但彼此情意 却胜过亲兄弟 若是他开口 皇上和太后 大约也是肯的 秦家树自己默默盘算了一番 觉得似乎 也不必太过于纠结 一定要让康氏知道他身份之事 指点了点头 听着极好 到时候我帮着种田耕地 匹柴打水 洗衣做饭 你都做了 那我做什么 康氏白了秦家树一眼 喝喝茶 赏赏花 看看日头 赏赏月 秦家树孝的脚侠 顺便在一旁 给我鼓鼓敬儿 油嘴滑舌 康氏瞪了秦家树一眼 但还是忍不住 抿嘴笑了笑 马车很快到了屈服 今日的屈服 比往常热闹 但也不算过于热闹 白天宴没有请外人 只请了康氏和秦家树二人 陈氏的叔叔婶婶 姑姑 以及屈志文的一些至亲 男女若是分开来做的话 也就是一遍一个席面即可 不过今日是白天宴 喝酒不是主要之事 起来的大多都是长辈 便也没有顾忌太多 也不再做区分 只摆了两桌宴席 众人围着一起坐 热热闹闹地说话 吃饭 屈思思满了白天 生得胖嘟嘟 白嫩嫩的 也不怕生 一双眼睛如同紫黑的葡萄一般 溜溜地转 打量完这个打量那个 时不时还咧咧嘴 露出一个无耻的笑容 这般可爱的模样 引得在场所有人都忍俊不惊 屈志文和陈氏亦是满面笑容 两个儿子皆是不幸夭折 原本以为往后便要在思念王子中度过余生 但上天垂怜 给了他们一个宝贝女儿 且模样几乎是融合了两个儿子的所有优点 眉眼像大儿子 鼻子像二儿子 最关键的是左手的手臂和右腿的小腿处 皆是有一处小小的淡粉色胎记 第二百八十一章还能怎样 而这两处胎记 正是当初两个儿子有过的 虽形状略有不同 但位置却几乎一样 在屈志文和陈氏看来 这个孩子大约也是带着两个儿子 在九泉之下的思念来的 所以夫妻二人决定给女儿取名为思思 人世间最难过 但也最美好的事情 莫过于思念了吧 见屈志文和陈氏 皆是因为屈思思而高兴 众人自然不多体旁的事 只说一些恭贺之言 此外 注意力变在了康氏和秦家树身上 毕竟康氏大龄不婚 一直以来都是旁人好奇之事 猜测也颇多 什么康氏有魔镜之痞 不喜男人 也有说康氏年少时 曾被父亲郎伤过心 以至于对情爱之事 再提不起任何的兴趣 这些年可以说 他们耳中听到了不少 但眼下 康氏带回来了一个男人 而且看那个模样 似乎要论及婚嫁 康氏平日里性子爽朗洒脱 能干会赚钱 面子上的礼节做得也好 众人对康氏也都颇为喜欢 此事也是真心为他高兴 成婚这种事 家底事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婆家是否好相处 像这种情况不必伺候公婆 也算小有积蓄 能够关起门来 过小日子的生活 的确是极好的 秦家树这次送的礼 的确是大手笔了 康氏道 倒是这雪蛤 是贡品 极其难得 更别说这满满一罐子了 五金的宅院和宜金的院子不同 白亩的田庄和千亩的田庄 可大不一样 铺子和铺子的生意 更是容易有天壤之别 尘世越发惊诧 目光在这珊瑚和那雪蛤之间 来回打转了许久 这才将嘴巴合上 这两样东西 说起来我都是头一回见 能有多不一般 大不了就是比他想想中的 再有钱一些 还能怎样 九月中旬 天气转凉 总之 日子过得差不到哪里去 众人夸赞着秦家树仪表堂堂 看起来气质不俗 又夸赞康氏眼光好 挑选了这么一个好人家 被人打动 屈丝丝皱了皱眉 小嘴都嘟了起来 康氏健壮伸手在他后背上轻轻地拍 大约是因为出身的缘故吧 自小便得谨慎行事 怎么个特别法 陈氏有些讶异 虽说秦五爷大约不是个说谎的 但住宅一套 田庄一个 铺子两间这样的家产 是属于可大可小之物 没什么定量 没呢 没顾上 康氏不以为然 往后也不打算去京城常住 便也不在意这些 再说了 他家底后又怎样 这家底就算在后 还能后过我去 而小的里面装的是一个瓷冠 打开来瞧 是一块块泛着蛋黄 四胶纸一类的东西 虽然自家姨母对迎前之事并不在意 可陈婚到底是女子锄头胎外的第二庄大事 陈氏还是希望秦家树家底后事一些 他也更为放心 康氏大大方方地介绍了一番 但秦家树的身份难免有些好奇 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怎样的特别法 而且 对方是京城人士 这日子已是能过到小腹 就算是祖夜 也说明祖上极为有本事的 这秦五爷看着人倒是不错 今日人多 礼节方面倒是一点错都没有出 倒比我家那个显得更为稳当呢 陈氏说着话 给屈思思盖上了一个小被子 拨拉着他的小身子 让他侧着身躺好 京城人士 树子 父亲和生母去世 兄弟几人分家单过 分得了一套祖宅 一个田庄和两个铺子 也算是小福之家 但并无任何公民在身 陈氏点头 姨母可去秦五爷家中看过了 两个景和 一大一小 大的有半人来高 小的只有其十分之一 秋月见康氏发话 顿时松了一口气 扶了一扶后 招呼了几个妥当的丫鬟 将东西抬了过来 何东府首富也非康氏莫属 虽然有点凡尔赛 但是也是事实 不一般 康氏扬眉 三殿下和贺颜修 准备启程归家 康氏闻了闻 似乎是雪哈 珊瑚产在海中 极其难以打捞 即便能打捞上来的 大多品质也不佳 像这般品质的 的确少有 我从前倒是见过一株品质 和这个差不多的 可个头却要小伤太多了 康氏的生意做得颇大 康氏不说 就单单串串 向这一项来看的话 这两年已是做到了八十多家 用日进斗金 来形容他的生意 可谓十分贴切 臣氏 高门大院 数字艰难 不做得好 活得便极为艰辛 两个人正说着话 丫鬟秋月走了进来 夫人 今日宾客们送来的贺礼 婢子都已经清点完毕 康氏倒是没什么 只是 可是问题来了 他哪里得来的这样东西 臣氏伸手拍了拍康氏 姨母 这秦武爷家里 大约不一般呢 秋月看了康氏一眼 声音有些不大自然 只是秦武爷送来的贺礼 有些特别 夫人要不要看一下 背靠大树好乘梁 即便是旁枝 有个什么事 嫡系也会搭把手的 屈思思醒了大半日的功夫 在被乳母抱去 喂了一次奶后 死时睡得香甜 一般人的家底实在是越不过他去 就是 婢子从未见过这东西 秋月有些纠结 大约是婢子见识浅薄 众人闻言 纷纷点头表示不错 康氏和陈氏二人 分别将井河打开来 那便拿过来瞧一瞧吧 康氏发话 又冲陈氏道 不瞒你说 这贺礼是他单独背的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刚好也瞧一眼 康氏陪着陈氏 将屈思思抱到了院子里头去睡觉 大的里面装的是一株珊瑚 形状硕大 光滑灿烂 令人移不开眼睛 红政府及周围 俯城水灾后的重建 以及后来突发的实意 皆是已经解决了个彻底 他们已是没有必要再待在此处 且太后受臣在即 他们必须要赶在这之前 抵达京城 在一番收拾以及辞行后 三殿下 贺言修和苏玉锦一行人 在这日的清晨出发 而车马刚刚走出一管大门 三人便被眼前的一目惊呆 第二百八十二章 似曾相识 此时天还没有完全亮 唯有东方露出了些许余度白 整个天地都还是灰蒙蒙的 但自一管门两侧开始的道路两旁 已是站满了人 黑压压的一片 见三殿下和贺言修等人出门时 皆是围了上来 或跪地叩拜 或将手中的东西 往马车和旁边的侍卫手中塞 整竹篮的鸡蛋 被捆腹的结实的活鸡 河里钓上来的活鱼 甚至还有一些白米白面 一边塞东西 一边更是气不成声 多亏了大人们尽心尽力 我们才能活下来 大人们救了小民们全家 若不是大人们 小民此时 怕是已经见了阎王爷 草民们给大人们磕头 祝大人们长命百岁 岁岁安康 憨厚老实的面容 朴实无华的礼品 真心实意地赠送 泪流满面的感激 人世间 最难能可贵的便是感激 最让人动容的也是感激 有了感激 说明这件事做得足够好 而从这件事上 得到好处的人也认这个情 因为百姓们的家道欢送 三殿下有些激动 眼泪一出 几次哽咽 就连情感素来不爱外露的贺言修 此时也是眼圈有些发红 众人一边感谢百姓们的送行 一边又婉拒掉百姓们的谢礼 但于百姓而言 三殿下和贺言修等人 为百姓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这些都是他们的心意 至少该收下一些才是 这般推来推去的 路也被堵得接接实实 最后郑亚昆不得不带着 衙柴们来维持秩序 才算将路给打开 顺利地护送三殿下和贺言修等人 出了府城 但此时 已是几近五十 且饶式出了府城的大门 沿途的官道上 仍旧能看到自发而来相送的百姓 大约是知晓他们并不收谢礼的缘故 只是沿着道路挥手相送 场面可谓浩大 看得人热泪盈眶 有上了年岁的老书生 在城门口哭唱了泪人 老朽这么一大把年岁 总算能看到一次书中 所写万民相送的场景 三殿下和贺大人 尽心为百姓做事谋服 也实在担了此举 老朽一介迂府书生 自认此生再做不出来 什么能为江山设计 黎明百姓造府之事 但既然有人能够做到 那须得再入实测 留番千古为好 老书生甩了袖子 将身上锁背的囊切戒了下来 从中取了纸笔 也不寻找暗台 只将那宣纸铺在了地上 手中的毛笔 便在那纸上肆意书写 马车走走停停地 走了一日一夜 路边相送的百姓 这才再也看不到 且为了不过于引人注目 三殿下和贺颜修 特地吩咐底下人 准备了空间足够大 但并不华丽的马车 这般走在关道上 倒也跟寻常赶路的客商 没什么分别 眼见恢复了正常的赶路 众人皆是松了口气 便正常地查看地图 规划回去行走的路线 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常态 除了三殿下觉得不太寻常 自出了红政府的府城后 三殿下便觉得寒意有些重 偶尔还觉得背后有些冷嗖嗖的 让他忍不住将那小毯子 盖在了自己腿上 更是嘟囔道 表哥 你觉得不觉得这天莫名有些冷 贺严修瞥了三殿下一眼 外面日头倒是好 日头好就不冷了嘛 冬日里日头好的时候 不照样也是冷得厉害 万事可不能这般评判 三殿下刚想好好给贺严修说一说 这日头和天气冷热的事 便瞥见苏玉瑾在马车上打盹 有过先前的赶路经验 三殿下是知道 苏玉瑾只要一坐马车就犯困 几乎无一例外 也早已习惯 但联想到贺严修所说的话 三殿下将张开了嘴壁上 看着贺严修愤愤不平 表哥未免也太重色 轻有了一些 你是表弟 贺严修道 不是什么友 三殿下 可以这般偷换概念吗 虽说满心满脸的不情愿 但既然贺严修已经开口 三殿下深知自己若是不出去的话 指不定又要惹出多少的事端来 便咬了咬牙 喊了声停车后 便先帘子准备下车 临下车时 还没忘记恶狠狠地看着贺严修 你且等着 待往后我定一点一点给逃了回来 待到时候 他有了喜欢的女子 必定要掰开你的嘴 狂塞狗粮 首先 三殿下得先去寻上一个红颜知己为好 贺严修看着三殿下 悠悠地回了一句 三殿下 瞧不上谁呢 等着 他必定要找到一个 最好还得是辈分什么的 比贺严修要高尚一些的 这样一来 往后便能彻底将他压制住 看他往后还如何闹腾 三殿下一边这般想 一边将手中的鞭子发狠似的 抽在了马屁股上 马匹四鸣一声 快步跑了起来 一旁的侍卫急忙跟了上去 没了三殿下 在马车之中占据空间 马车一下子变得空旷了许多 贺严修便将软枕归拢了一下 喊醒了苏玉瑾 让他好好躺着睡觉 苏玉瑾揉了揉心松地睡眼 看了看 唯有他和贺严修在的车厢 问 三殿下呢 说是日头好 车里闷得慌 要去外头骑马 贺严修沉声回答 三殿下还真是喜欢骑马 苏玉瑾感慨了一句 贺严修没有丝毫犹豫点头 是啊 马车一侧的三殿下 听到这句话时 嘴角忍不住抽出了一下 怎么觉得这情景 似曾相识 好气 三殿下用力抽了手中的鞭子 一行人的马车缓缓前行 但另外一条路上 却有马匹肆意驰骋 到了驿站之后 更换马匹 继续前行 几乎没有丝毫停歇 在几个昼夜后 有幸到了大殿下的岸上 打开信封 拿起里面薄薄的两张纸端详 但还不曾看完时 便是恼怒地将那两张信纸拍在了岸上 万民相送 可歌可泣 世间少有的闲尘 当真是要把老三和纳和严修 吹到天上去了 不过就是一场水灾罢了 说得这般至高无上 不知道还以为救了整个江山 二殿下也愤愤不平 这年年皆有灾情 年年都有人去震灾 他们就这般的风光无限 第二百八十三章寻错处 大哥 我看那这根本就是老三和那和严修 许给百姓好处 做做样子给父皇看罢了 这两个人狼狈未奸 鬼主义也多得很 见二殿下气急败坏 大殿下也咬了咬牙 真实也好 做样子也罢 这样的事情若是传到父皇耳中 父皇一向讲究爱名如子 尊重名义 此番必定会十分高兴 也必定会嘉奖一番 老三和贺言修这次 当真是要风光一把了 而这几日 他和老二正应为万 向二人只使人炸毁河堤 贪慕睡盈 鱼肉百姓 结党银丝之事而如作针毡 眼看着那些曾经从万 向二人手中拿过银子 和为其谋权之人 被一个个的问责 大殿下和二殿下 一来担忧那些人 会供出最终的主使是他们 更心疼的是 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势力 被削弱了许多 这几日 连父皇都因为一些小事 在殿上喝射了 他们兄弟两个两次 也不知道 是不是跟此事有关 一边是老三和贺言修的 备受嘉奖 一边是他和老二的接连冷遇 那些个见风使舵的墙头草 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大殿下越想越生气 牙齿咬得个蹦个蹦响 握紧的拳头 更是再次砸在了案台上 镇的上面一套苗金茶盏 掉了下来 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二殿下见状急忙安慰 大哥也不必过于生气 老三这般不老实 寻个机会将其料理拦救 怎么料理 大殿下拧眉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客人入住 且对方出手阔绰 该出的银钱加上赏的银子加起来 足够这客栈一个月的收入 客栈掌柜的乐得嘴角 几乎裂到耳朵根去 忙不迭地跟着店中的小二 一并忙碌 近日我心得了许多 身手极家的死事 大不了就在路上设服 别管杀得了老三杀不了老三 就算把他给弄残了 往后他也再没有任何机会 这倒是个办法 大殿下点头 即便不能动摇了老三的根基 至少不能让他那般得意 否则这口气 也实在是太难咽下去了 只是你吩咐人做事隐蔽一些 莫要让人瞧出来 这其中的关联 尤其不能让人知晓 他们与咱们二人的关系 说什么也不能让老三和赫严修那两个人如了心意 炒青菜 土豆炖鸡块 蒜泥茄子 农家小炒肉 乳猪粥 红烧鱼 酱板鸭 主食是肉末酱饼 大米青菜粥 兄弟两个人此时皆是阴沉着脸 满腹心事 车马前行 一路向北 听二殿下这般说 大殿下眉头不输 可先前他们一行人前往洪政府时便已经派去了人 并未得手 反而折损了好几个杀手 这次在派人的话 只怕容易暴露 镇子不大 镇上客栈唯有一家 名位越来客栈 眼看着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 三殿下 赫严修和苏玉锦一行人抵达了一个镇上 接着又拿筷子去看别的菜 接着叹气 青菜呛炒时放油过多 土豆炖鸡块中的土豆炖得太烂 蒜泥茄子的茄子蒸得不够软烂 因为这里算不得必经之处 也因为西面有矮山 地处有些偏僻 晚上只入住了一间房客 其余的房屋皆是空闲 房间足够且看着前进整洁 颇为适合落脚 下半个月的夏贤月 此时能看清轮廓 但到了黑夜时便慢慢稀沉 直到看不见 而他们三人洗漱了一番后落座 不等三殿下冻筷子 赫严修先给苏玉锦加了一块鱼肉 掌柜的 不知可否借你们的后厨用上一用 我去做上一碗蛋花汤来喝 老三才刚刚赈灾完毕 治疗十亿有功 而你我又被父皇呵斥 若是此时老三那里出了些事情 未免让人多想 此举颇为不妥 大哥放心 这点分寸我还是知晓的 二殿下满口应下 此事只交给我去做就是 那 二殿下想了想 这老三虽然赈灾有功 可这人做的事 都不能实全实美 让底下人寻上一些老三和赫严修的错处 在父皇跟前参上老三几本 天空晴朗 左边是西方天空的火红云霞 而右边则是已经高悬的弯月 谢二爷 苏玉锦捧起了碗 拿起了筷子 夹了鱼肉要入口 琳琅满目 色香味俱全 让赶了一日露的所有人 皆是食指大动 垂涎欲滴 但还不曾到嘴边 却是放下了碗筷 三殿下和二爷先别吃 这鱼肉土腥味有些重 你们大约是入不得口的 忙着牵引马匹 安顿行礼 端茶送水 收拾房屋 督促后厨 做饭做菜 姑娘请便 虽然按照掌柜的口味来说 这厨子的厨艺已是极佳 能跟县城九楼的厨子手艺比 但此时这位姑娘 挑出来了这么多的毛病 只能说明她口味更挑剔 自身厨艺也更佳 三殿下和贺颜修 便决定今晚再此处落脚 尤其是那些 最为劳累的奴仆和侍卫 此时已是饥肠碌碌 迫不及待地要大快躲移 很快 热茶热饭陆续端了上来 但身为奴仆和侍卫 没有主人不曾动筷子 他们便先吃得倒理 所以便眼巴巴地等着三殿下 贺颜修和苏玉井开吃 这些人可是实打实的精主 就是挑剔 也是因为有资本挑剔 客栈掌柜的没有半分不满 反而是笑容可拘 姑娘可需要打下手的 我这客栈里头 新来的厨子 虽然厨艺不如姑娘 打打下手还是可以的 最关键的是连制降压 这降色炒得都有些不大对 光是闻着都没胃口了 苏玉井拧眉 说来说去 这些菜也就是勉强果腹罢了 实在是难以入口 不必了 我身边的丫鬟来打下手即可 苏玉井拒绝 一边又冲包括三殿下 和贺颜修的其他人道 烧个蛋花汤快得很 你们也等一等 待会儿都喝上一碗 热热的蛋花汤吧 好 贺颜修和三殿下点了头 苏玉井的厨艺 众人有目共睹 现下他既是说了许多 这些菜的不足 显然这些菜 可能只占了的色货香 为是极其不行的 第二百八十四张动手 以至于苏玉井不惜顶着疲惫 也要去做碗蛋花汤来果腹 众人顿时兴致缺缺 在没有要动筷子的冲动 只期盼着苏玉井待会儿 做好的蛋花汤 而苏玉井在进了厨房 一刻中的功夫后 喊了容良和心安过去 将那一大锅的蛋花汤 端了出来 矮盖给所有人 盛上了满满一碗 清淡无比 上面飘着一层 淡黄色蛋花的汤 夹杂着几片葱绿和香菜 显得颜色搭配极好 阵阵的香气 从碗中冒了出来 直往鼻孔里钻 尤其是那蛋花汤上 点缀的几滴香油 尤其刺激人的嗅觉 让人忍不住 把鼻子抽了又抽 待所有的蛋花汤 皆是分发到各个人跟前 三殿下和贺颜修跟前 更是有满满一碗时 苏玉井端起了自己的碗 连声催促 快趁热喝吧 包括三殿下和贺颜修 在内的所有人 早已是鸡肠鹿鹿 此时被这蛋花汤的香味 勾得肚子里头的蝉虫 直往上爬 迫不及待地将碗 往嘴边送 香 嫩 鲜 还带了一丁点的甜味 总之 滋味不错 众人捧着碗大口大口地喝 有人略顿了一顿 看着碗中的蛋花汤 有些迟疑 你们喝没喝出来 这蛋花汤有些苦 苦倒是没喝出来 倒是觉得有些鲜辣的滋味 大约是里面放了点 胡椒粉的缘故 苏玉井那边 石丁和杜松那也正和几个黑衣人 打得不可开交 苏姑娘可不轻易地露一手厨艺 能喝着便不错了 别挑三拣四了 赶紧捧捧场 往后苏姑娘才有心进而 多做一些吃屎 杀人诛心 最狠的刀 要往最疼的心上扎 才叫痛快 那又如何 店掌柜翻了眼皮 看了三殿下和贺言修一眼 依旧是满脸丝毫不在意 真到我们二人会如此轻易 被你们控制 只不过此时打斗的并非是三殿下 而是早已埋伏在屋中的侍卫 黑衣人们身手极佳 但贺言修等人却是略胜一筹 尤其是早已有准备的情况下 很快将那些人击退 且关起门来 不曾放走了一个 店小二连连点头 都倒下了 这次的蒙汉药 发作虽然慢了一些 但镜头极大 我方才去瞧过 连郎上职业的都已经睡成了死猪 没分好动静 紧接着 是低声的言语 可都倒下了 三殿下的屋子里 亦是同样的场景 黑殿素来是开到道路途中 但又偏远之处 为的是能够打劫来往之人 却又方便处置失手 这黑殿开到镇子上 被这么多双眼睛盯着的 倒是头一回见 你们这黑殿 倒是黑得十分彻底 三殿下冷笑 说吧 是何人派你们所来 不如献给上头 厨子提议 我看那三殿下 和那赫颜修 对他客气得很 大约也是有些心思的 若是献给上头 上头必定高兴 滋味虽然有点复杂 可喝着还是好喝得很 而那些黑衣人 大多数被赫颜修等人所杀 唯有那个殿掌柜 和殿小二两个人 此时身受重伤 倒地不起 月亮一点一点落了下来 饶是有点点星光闪烁 整个大地 仍就是陷入了一片黑暗 而最最让人绝望无助的 莫过于自己成为残废 复仇无望 待会儿你们动作利索一些 店掌柜吩咐 记住 三殿下那卸了胳膊 断了腿 贺颜修那务必要取了他的性命 至于那个模样可人的姑娘呢 第一个是贺颜修的房间 在就着微弱的星光 看到贺颜修正被对着 他们躺下睡的吉熟时 几个人握着手中的钢刀 用力地向贺颜修砍去 在连秋虫都不再鸣叫 静悄悄的客栈中 传来了细微的支鸭声 世人轻轻走路时 踩在楼梯上的声响 说话的先前 笑容可具的掌柜 此时早已没有了 满面笑容的模样 而是满都是阴狠 主意不错 店掌柜英侧侧笑了笑 冲除了店小二和厨子的其他人 分别招了招手 这世间最让人绝望无助之事 莫过于看自己亲人惨死 众人本着这样的想法 各自将碗中的蛋花汤 喝了个前进 这才去吃客站做的各种饭菜 看起来是不想说实话了 贺言修沉声道 这客栈的掌柜原是姓谷 在这里经营客栈多年 可前几日呼得换成了你们 对外更是说 古掌柜家中有急事 将这客栈卖给了你们 点燃烛火油灯 以及店内的所有灯笼 客栈里顿时恍落白昼 侍卫们将这两个人 积压到了一楼大堂处 由三殿下和贺言修来审问 最最最让人绝望无助的 当属已经成了这般模样 还要眼睁睁看着痛恨的上位者 霸占他所在意的女子 而无能为力 吃罢晚饭 一番收拾后 留下夜晚当职的守卫 其他人各自去歇息 这话说得让人发笑 店掌柜满脸不屑 既是黑店 那便是我们自己的 还需要谁派了我们来 不成 迷运了人 不去翻抢财物 反而是想着先将人置于死地 只要人命不要钱财的黑店 更是头一回听说 又想要了我们的性命 却又想装作我们是被强盗劫匪所杀 你们的算盘打得倒是好得很 三殿下再次冷哼了一声 此时若是如实说来 倒还留得你们二人的性命 倘若不说的话 就在那钢刀即将落到贺言修身上时 他忽地睁开了眼睛 用力扬起身上的被子 朝那些黑衣人身上扔去 说得不错 只是大约有了这蛋花汤 诸欲在前 现如今在吃这些饭菜时 总觉得有些味如嚼辣 食不知味 以至于哪怕众人是有些饿的 却也没有吃上太多 黑衣人一惊 但当他们扔开盖在他们身上的被子后 看到的却是贺言修手中 已经逼近到他们面前的剑锋 我倒是喝出来有些马 身后那些蒙面的黑衣人 快步上了楼 分别打开了房门 快步地到了床边 那他的意思是 这是个圈套 三殿下和贺言修皆是已经 不由地绷紧了神经 侍卫们更是急忙将三殿下 贺言修和苏玉瑾围在了中间保护起来 动手 第285章栽赃陷害 殿掌柜一声大喝 侍卫们皆是心中一颤 但他们并未等到这两个人所谓的动手 反而是看到他们两个人在口鼻之中 缓缓流出鲜血后 如麻袋一般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石丁和杜松二人急忙上前去设施鼻息和脉搏 而后向贺言修摇了摇头 人已经死了 三殿下的拳头落在了面前的暗机上 阴险狡诈 口中说的是动手 让他们误以为还有帮手接应 不得不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攻击 结果是为了让他们放松对其的控制 好顺利自杀 这是纯粹不想留了活口 贺言修面色一时阴沉 搜出什么有用的线索没有 属下们发现了这个 有人将手中的东西递到了贺言修的面前 是一个令牌 上面有一个圆字 这般不透露分毫 三殿下和贺大人心中更是一尘 再不敢说话 只低着头快步走路 若是想置于咱们于死地 寻个偏僻的地方下手伪装山匪最是容易 大张旗鼓地弄上这么一个客栈 还要装上一副谋财害命的模样 颇有些自作聪明的意思 送苏玉景回到家后 三殿下和贺言修没有停留 直接往京城而去 二人心中不安 再跟随明海进了皇宫 一路往皇上所在的重阳殿去时 试探性询问 明公公 父皇这般急着见我与贺大人 可是有什么要紧事 先派人将尸首运回京城 请刑部调查一番 这令牌暂且压下不报 只跟皇上一人说明各种详情便好 贺言修则是摸了摸鼻子 给三殿下面前控着的杯子 又添上了一些茶 三殿下喝茶 三殿下 贺大人 明海躬身 苏玉瑾笑答 既然是一个平日里生意不好的客栈 那平日里厨房里头预备的吃食肯定不多 可他们却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做出了那么多的菜式出来 似乎早已做好准备一般 我便觉得有些不对 带二人披着一身的星光 刚刚进了京城城门时 一有一行人急匆匆而来 位守的是皇上身边的明海 尤其这段时日 朝中的风向是三殿下备受嘉奖 但大殿下和二殿下却因为诸多事情备受训斥 大殿下和二殿下此时应该十分谨慎小心 再不敢有任何动作 让皇上知晓 心中有个底 便已足矣 怪不得今日贺言修没有怎么给苏玉瑾加菜 反而是一直给他夹菜吃 等我闻到那饭菜中有十分浓郁的蒙汉药味道 就更加确定这饭菜之中有不妥 便提议去做上一锅蛋花汤 在其中放了许多解蒙汉药的药 提前防备 父皇 儿臣此行 三殿下张口要汇报此次赈灾之事 和言修摇了摇头 大约不是 儿臣参见父皇 原来如此 三殿下恍然大悟 但在想了片刻后看向和言修 有人栽赃嫁祸 三殿下拧眉 会是谁 是 三殿下和贺言修再次拱手应答 而后互相看了一眼 明海跟在皇上身边数十年 为人温和且精明 此时呵呵笑了笑 三殿下和贺大人到了便知道了 正是明日殿上上朝在谈 此时你们也累了 只怕今晚着急赶路 都还没吃晚饭吧 刚好正今晚也还不曾用了晚饭 此时便一起吃吧 秦义庶说道 听着皇上的语气轻快温和 二人心中略有了点底 谢父皇 圣上 就是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事 合着是怕饭菜吃得少了 容易让那些人看出来不妥 所以要多吃 但是又担心蒙汉要吃下去 对苏玉瑾身体不大好 所以全给了他 表哥过分了 三殿下点头 眼下只能如此了 傍晚到了这镇上时 一切如常 任谁都想不到 这样寻常的一个镇子上 竟然隐藏这样的杀手 三殿下和贺言修跪地 端端正正行了礼 最后在这般大喇喇地 留下这样的一个令牌 让所有矛头都指向大殿下 未免有些过于明显 是大哥 三殿下惊恶 喝茶就能解气吗 三殿下气呼呼地端起了茶杯 一口便灌进了口中 接着将茶杯东的一下 放在了桌子上头 三殿下 就连他都不曾察觉什么不妥 苏玉瑾是如何知晓的 这个镇子不大 客栈掌柜也提过 平日里生意不好 所以因为咱们这么多人住店 心中激动得很 更是要拿最好的韭菜来招待 客栈中因为打斗凌乱不堪 且因许多人丧命受伤 血腥味极重 再想睡觉是断然不成了 三殿下 贺言修和苏玉瑾 前翠在其中一间 还算前进整齐的屋子里头 喝茶说话 这般急匆匆地召他们二人入宫 可见是十分紧急之事 不够 在天 贺言修却是当作没看见 只给苏玉瑾又添了一杯 接着将茶壶放了回去 贺言修沉思半赏 道 难说 大殿下和二殿下 平日里的行事作风 数低颇多 仇人想要栽赃嫁祸 也并非不能 起来吧 秦义树抬了抬手 传皇上口语 带三殿下和贺大人回京后 即刻入宫觐见 明海道 原 秦配原 是大殿下的名字 今晚之事 还是多亏了苏姑娘 否则不敢想想 三殿下连声道谢 就是不知道 苏姑娘如何知晓 这客栈有问题 三殿下满脸忧怨地 看向贺言修 明公公 三殿下和贺言修拱手 这表哥是不能要了 一行人回到清河时 已是十月初 侍卫们按吩咐 开始打扫清理 更是就近通知县衙的人前来 协助调查 此时的皇上秦义树 正在偏殿之中 就着烛火看书 看到三殿下和贺言修走进来后 绽放下的手中正在看的书卷 回来了 一路到了重阳殿 跟着明海走入殿中 这种事情 一时判断不出来幕后主使 不宜让旁人知晓 臣参见圣上 是 三殿下应下 臣 遵命 贺言修拱身行礼后 坐在了三殿下的下方位置 人已落座 明海抬了手 旁边的宫女们将早已准备好的饭菜 陆续端了上来 第286章两个人情 几样精致小菜 外加主食 肉糜粥一类的 样子十分家常 但各个用料精致 色香味俱全 且各个都是他们二人 爱吃的饭式样式 三殿下 秦佩佑和贺言修 因为大半日不曾进食 此时也是鸡肠碌碌 看着那些美食 眼神有些发直 再等一等 还有一道要紧的菜 秦艺术笑道 话音落地 又有宫女端着食盒过来 不过这次一同出来的 还有淑妃和淑妃 母妃 秦佩佑原本还盘算着 若是在这里吃过了晚饭后 再去向淑妃请安 似乎有些晚 要不要明日一早再去 不曾想 尽是在此处看到 不免喜出望外 微臣拜见淑妃娘娘 娘娘万福 贺言修一时端正行礼 好孩子 快起来 淑妃扶了秦佩佑和贺言修起身 笑道 听皇上说 你们今日回来 又记挂着你们这段 十日辛苦 便让御膳房 做了许多你们爱吃的 恰巧我看 今日御膳房里 背得有海鲁鱼 便给你们做了道清蒸鱼来吃 不过今日阵纪是依了你 那你这次可就欠证两次人情了 到时候准备拿了什么东西来还 秦佩佑在一旁 紧眉弄脸地笑 虽说不知道 严修喜欢的是 怎样人家的姑娘 但严修一向稳重 想来眼光必定也是不错的 严修素日里 也没什么事求你这个姑父 这次开了口 你这个做姑父的 还好意思拒绝侄子不成 淑妃也在一旁打去 直到遇到了淑妃 秦毅树先是一愣 接着朗生笑道 这个称呼极好 往后须得长焦味好 就连秦佩佑和贺严修 每次加菜时 筷子上菜的分量也多了许多 炖了炖后 秦毅树看着贺严修 满眼玩味 这一晃眼 严修已是二十多岁 这满朝文武之中 像你这般年岁的 孩子都能满院跑了 你这婚事 却还一直都没着落呢 可有什么打算 他二人饿得很 吃得香 秦毅树和淑妃 也时不时地帮着 给他们碗中加上一些肉食和菜书 你们今日也是有口福得很 这清蒸鱼 朕念叨了许多次 舒华都不肯亲自下厨 坐上一次 听闻你们回来 舒华便下了厨 朕也算是托你们的福 能尝上一口 是了 朕也记得这件事 严修手掌心 肿得如同馒头一般 愣是一滴眼泪也没落 到了朕的跟前 还说那夫子就是讲错了 满脸都是气愤 虽然这般能够确保后宫规矩 令人有无上尊容之感 但到底少了许多夫妻之间 该有的温情和乐趣 这致使他哪怕大婚有了皇后 又有了几个妃嫔后 仍然有些遗憾 哦 秦义术和舒妃顿时都来了精神 说来听听 适合打算 接着看向舒妃 说起来 严修已是许久都没这般叫做朕了吧 姑父跟前 不敢不说实话 已有了打算 赫言修道 儿子和媳妇都在旁边念叨 秦义术笑声更响 好好好 便依了你们 到底是朕的辙 朕也心疼得很 没有不应的道理 淑妃鸣嘴直笑 皇上这便是打去臣妾了 皇上想吃派人之会臣妾一生就是 臣妾还有不做的道理 不过是皇上赏赐下棋书了 不好意思跟臣妾提这件事 反倒赖在臣妾身上 真真眉眉见过皇上这般赖皮之人 暂时还不能细说 赫言修有些不好意思 只能说已是有了一中人 但一切都还不曾落定 还得再等些时日 秦义术笑道 说起来 这一眨眼十多年便过去了 孩子们也都长得这般大了 这岁月当真是不饶人啊 是 秦佩又和赫言修硬了下来 是呢 淑妃点头 说起来也得十多年了 当时言修才七八岁 陪着刚开萌的幼儿在上书房中上课 结果跟夫子因为一句示意吵了起来 夫子要罚了严修 严修不服气 只嚷嚷着他辜负是皇上 气得夫子险些将他手掌心给打肿了 秦义术一直觉得 这偌大的后宫之中 唯有在淑妃处才能卸下平日里肩后的盔甲 彭扶自己如同寻常人家的丈夫一般 能够得到片刻的安宁和轻松 赫言修一记冷刀子丢了过去 秦佩又倾刻了一声 停了自己吃饭的动作 父皇便印下此事吧 表哥在京城都称得上是黄金招牌单身汉了 万年不开花的铁树 这次好容易要开了花 父皇说什么也得成全了表哥才行 有了秦义术发话 一旁的宫女和太监也都各自退下 一顿饭的氛围变得轻松许多 秦义术文言直笑 看淑妃的目光中也满都是宠命 此时与淑妃一桌用饭 又有秦佩又和贺言修在场 秦义术也不让一旁的太监宫女们不菜 只自己亲自动快家了 又各自给淑妃 和贺言修都加了一块 谢姑母 贺言修顿了顿 面对秦义术加过来的鱼肉时 道 谢谢姑父 但时机合适 只怕还得请姑父为我们赐婚 姑父到时可不许推辞呢 淑妃既有文臣之女的端庄秀丽 又有武将之女的名艳活泼 在外时规矩礼仪样样周全 让人挑不到分毫错处 在那时又有寻常妻子的娇媚可人 偶尔甚至有一两句谏阅之言 皇上九五之尊 群臣畏惧 后宫妃嫔也不例外 哪怕是皇后 也都战战兢兢 循规蹈矩 生怕自己有半分错处 最后这句话声音极软 倒有几分撒娇的意味 秦佩佑和贺言修刚要写恩 被秦义术打断 自家人一起吃顿饭 没那般多的规矩 你们两个孩子也不必拘束 就只当作在自己家一般就好 求个赐婚 怎得变成了欠两次人情 眼看着淑妃 秦佩佑和贺言修皆是不解 秦义术放下手中的碗筷解释 此事你们大约不知道 是前两日 吏部颜尚书前来巡政 说自己唯一的小女儿 颜思颖 政治代价之年 容貌出众 知书达理 对严修一见倾心 一心求嫁 特地求证为严修和严小姐赐婚 第287章 不说不代表不知道 严家要求赐婚 书妃微微眯了眯眼睛 一丝不满 从严底巧无声息地溜走 很快恢复了自然 那 皇上应下了 严尚书来得突然 朕当时也在处置要事 便说此事等朕容后再给答复 秦义术道 原本我是想着跟你商议一番 后来又得知严修回来 便想着乾脆当面问一问他的意思 赐婚之事 非同小可 君王一言九鼎 下得旨意 自然没有收回的意思 倘若这个赐婚是众望所归 两家你请我愿 他这个赐婚便是锦上添花 让朝臣感恩 越发对他和朝廷尽忠尽心 但若是这个赐婚并非如此的话 那便是硬生生地给旁人喂了一口苍蝇 凭白地恶心人 惹得朝臣怨对 即便面上不敢造次 但背地里到底做事会不大尽心尽力 虽然皇家平日里需要树威 也要让所有人知晓 半君如半虎之理 但这样的威性 秦义树觉得 还是要从旁的地方来树比较好 没必要在联姻上 将两个本就排斥不相爱的人 强行捆绑到一处去 往后余生 都要在这样的煎熬和痛苦中度过 这实在是一件残忍至极之事 秦义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不想再让再多人也尝这样的滋味 此事正会做人去办 搜得此令台之事 没正的吩咐 不得外传分毫 以免惹来流言 所以儿臣将此事告知父皇 望父皇能够私下派人调查一番 看看是否能够寻到一些线索 找出幕后主使之人 所以正才说 严修欠了正两个人情 秦义树笑眯眯地看向贺严修 说吧 往后准备怎么还辜负这两个人情 嗯 秦义树点了点头 将手中的书本合上伸手去揉两侧的太阳穴 二人劳累不堪 几乎皆是刚刚躺下便熟睡入梦 秉退左右 待店门关闭 秦义树抿了口心进宫的龙警察 开口道 正方才说过 正是明日店上再说不迟 但你们此时执意开口 大约是有什么不能当着众人所说之事 正是 秦佩佑和贺严修点头 将怀中一直藏着的 刻有原字的令牌交给秦义树 秦义树再次点头 时候已是不早 明日还需早朝 你们早些去歇下吧 秦义树眯了眯眼睛 儿臣以为 此事必定是有人栽赃陷害大哥 秦佩佑道 皇子之间素来会有争执 但大哥不会如此 更不会再此事如此 此事必定是有人蓄意未知 意图挑拨我与大哥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皇子之间互相残杀 幼儿和严修已经睡下了 秦义树反问了一句 是 秦佩佑与贺严修低声应下 父皇 皇上放心 先前一直在袖子里紧握的拳头 悄然松了开来 秦义树便没有留 只送到了门口 又刺了软轿 卓人送淑妃回宫 此时在出宫有些不便 严修便留在宫中 去幼儿那住上一晚吧 也能多睡上一会儿 秦佩佑住在主殿 将贺严修安置在了偏殿 德心院是东宫偏南处 入口进去后的第三个院子 面积颇大 十分宽敞 秦佩佑和贺严修二人 将回京途中遇到黑殿 遭遇歹人伏击之事 一五一十地给秦义树 仔仔细细说了一遍 有些小动作 他不说 不代表他这个皇帝不知道 内心里更是松了口气 后宫不得干政 听也不行 此腰牌 正是从那晚行刺之人身上搜的 秦佩佑道 贺严修眨巴了一下眼睛 不如姑父来定 秦义树结果 端详片刻 这腰牌 正记得似乎是大殿下的 虽说未来储君只有一个 但其余皇子皆是父皇的孩子 是全天下的皇子 更是未来储君的左膀右臂 须得团结一心 一同维护江山设计 造福黎民百姓 此人此时如此挑拨 为了动摇江山根本 其心可诛 明海见秦义树还在翻阅书本 将他跟前不够明亮的灯换了一盏新的 皇上 您还不睡吗 秦义树也不想让淑妃难过 更不想让秦佩佑和贺家难堪 秦义树点了点头 是沉稳了许多 是 微臣遵旨 贺严修败谢 与秦佩佑一同告退 更何况 这个严家啊 好 秦义树点头 那你便应下朕两件事 不过这两件事 朕此时还没想到是什么 只待朕想到了 再告诉你 底下人早已得到吩咐 此时已经收拾前进 伺候他们睡下 明海颇为紧张 略略思索片刻厚道 若是易老奴来看的话 三殿下聪慧懂事 此次洪政府一行 大约也是跟贺大人待的时间多 又历经了许多人 人也变得越发沉稳 尤其这个不是旁人家 而是淑妃的母家 贺严修又是淑妃的亲子 而此时的重阳殿 却还是灯火通明 明海急忙吩咐人去铺床 自己则是帮秦艺术退去外衣 所以 你的意思是 秦艺术欲言又止 贺家代表的是淑妃的威信 亦是秦佩佑的威信 出了重阳殿的大门 贺严修和秦佩佑 一同往东面的德心院 一切听辜负的 贺严修笑着点头 方才有人来报 说是已经歇下了 明海如实回答 你说 幼儿这孩子怎么样 秦艺术呼地问 皇子和公主们又因男友有别 各自自北或男入口进出 淑妃见秦艺术这般回答 顿时松了口气 那现在严修的意思 皇上也明白了 严家那边 嗯 秦艺术点头 朕知道了 皇宫中 自皇上居住的重阳殿位中心 向外扩散 共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域 南面主要是皇上处理公务 赵建大臣的各种宫殿 西面则是妃嫔们居住 北面则是由太后 先帝的妃嫔 及各种功能性部门 东面则是不曾分封釜底的皇子和公主们居住 这回子突然问这个问题 一顿饭吃完 秦佩佑和贺严修表示有事要说 淑妃知晓大约是有关赈灾之事 便起身先行告退回宫 且这聪慧 也的确是聪慧得很 第二百八十八章上见 至少能看得出那场刺杀是个阴谋 是栽赃陷害 若是云儿的话 只怕 不过 相比较云儿而言 幼儿的确是野心不足 周到沉稳欠缺 但有了聪慧 这两样倒也不是不能学 尤其野心这种东西 许多时候不争不强 是因为没有出到要争强的点 到了触及逆临的那个时候 许多事情便不同了 时日还长 他这具身体也还能撑上许久 倒也有足够的时间 培养出新的一代君王 秦亦树眉心的阴郁 退去了许多 上床躺下 明海将外面的灯熄灭了大半 只留下一盏照亮 接着敲声退了下去 刚出了殿门 便看到分别有两个太监 趁着夜色急匆匆而去 两个人要去哪里 不言而喻 今日没有这两个 也会有旁人 谢皇上 众人站起了身 明海摇了摇头 这回子不必管 带回头寻个错处 打发了出去 到时候责罚得重一些 明海见状 眉头紧皱 皇上 臣上奏三殿下与贺侍郎 在洪政府赈灾之时 擅自更换赈灾所用的粮食 将精粮尽数更换为粗粮 此举不符合朝廷规定和律法 需对二人承见 一井效忧 秦佩元左右张望 不见秦佩佑和贺颜修的身影 眼中掠过一丝饥讽 这两个人 艾草见苏玉瑾还睡着 便又回了外间 钻进了自己的被窝 秦毅树从那暗台上 昨日看过的 纳叠厚厚的奏折中 挑出刑部侍郎的那本 手指轻轻扣了扣 所有涉及官员 按律法定罪即可 像万二人斩立绝 家中男子流放边疆 妻女全部没入官奴 从后殿过来时 跟三殿下和贺侍郎 说了几句话 今日便有些迟了 有劳诸位久后 秦毅树道 今日诸位爱卿 都有何事需要上奏 待早上起来后 再跟柳妈妈 一并准备姑娘的早饭 众爱卿平身 秦毅树道 姑娘几个月都不曾回来 且人看着又瘦了一圈 想来是因为不习惯 那边饮食的缘故 待会儿要多准备几样吃事 好让姑娘敞开了吃 秦佩元脸色有点阴郁 说完这些话 众人等待皇上落座 但秦佩元却觉得 身边有人经过 邪眼撇去 看到了秦佩又和贺颜修 站了过去 如他们一般 跪拜行礼 那几个人会议 微微点头 而后便继续如先前一般 端正站好 皇上 刑部侍郎站了出来 有官向秀杰和万启瑞二人 贪默行贿 结党银私之案 刑部已初步审理结束 其中所设官员合计二十八人 名当微臣均已列出 根据其所触犯律法定罪 奏折已在皇上案上 还请皇上清官示下 师父 要去将那两个人给扣起来吗 明海的徒弟小德子低声问询 清河县都还沉浸在安静中 而此时的京城之中 已是有人引来回走动 尤其皇宫的门外 早已聚集了前来上朝的大臣 正在互相寒暄 整理自己的官服 茶叶蛋 烟酱菜 豆腐乳 脆黄瓜 王爷皇子在前 朝臣在后 按照地位和官职品阶 垂首站立 小德子知晓自己师父的厉害之处 低头应答 是 通通安排 艾草舔着嘴唇进入了梦乡 未经之际 是要将事情暂且压了下去 洋装不知 回头再处置 而且要重重地处置 好以警校优 秦沛员往一旁侧了侧身 看向侧后方的几个人 刑部侍郎应下 待卯侍证时 宫门打开 大臣们鱼贯而入 在太监和侍卫们的引领下 前往重阳殿前面的大殿 按照次序站好 时候还早 还能再睡上一个时辰 大多是寻常常见的一些事物 秦艺术一一应答处置 从重阳殿往外传消息 是大忌讳 却是屡进不止 大多数人此时还在睡梦之中 苏玉瑾也不例外 洪政府赈灾粮被患之事 许多人虽在京城 但也知晓一些 在一声嘹亮且奸细的喊声之后 大殿上所有人跪拜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刚好 今日便可以让旁人 多揪一救他们二人的错处 皇上 今秋各处前梁颇丰 淮阳府一田地中 更是收获了 前所未有颗粒饱满 个头最大的棒子 特地敬献皇上 改念皇恩浩荡 虽然此次洪政府赈灾 这二人也算得尚有功 但昨晚既是已经归来 今日便不按时上朝 属时托大 即便是皇上看了 只怕也心生厌烦吧 是 卯时初时 天位破晓 青灰色的天空上 还挂着几颗残星 因为一路车马劳顿 即便昨晚早早上了床睡去 此时的他仍然还抱着颈备酣睡 粉红色的唇角微微上扬 显然睡得十分香甜 此言一出 整个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 皇上 宿州府的运河段 因今年夏季天气前旱 运河水源下降 淤泥过多影响船运 须得清理河道淤泥 确保来年春季后 春雨降临后 河运通畅 皇上明日早起起的早 交代职业的人 晚上多操些心 别出了岔子 明海道 再去着人多留神仙 得心愿之事 以免皇上记挂询问 咱们一问三不知 皇上驾倒 鲜肉小馄饨 鸡汤银丝面 豆腐脑 胡辣汤 豆沫 肉沫粥 灌汤水煎煲 酱香饼 茴香小油条 炸面果子 鸡蛋火腿煎饼 肉夹馍 但这消息前往的地方 是中宫 若是这回子揪了出来 到时候 反而是拔出萝卜 带出泥 闹到面上时 皇后难堪 皇上更是不知道 该如何去做 虽然赈灾粮被换 不符合规矩 但精粮换粗粮 解救的是 众多的黎民百姓 此次洪政府水灾后 百姓死亡人数最少 能最快恢复重建 与此次换粮 有极大的关系 许多人皆是暗中 称赞秦佩佑和贺颜修 做事果断 心思细巧 但现在有人要问责 他们二人 皇上 陈上奏三殿下 与贺侍郎 在红政府赈灾之时 公然带歌女随行 日日声歌 沉迷女色 哦 秦艺术眯了眯眼睛 先是看向上见的 唐玉使和左玉使 而后看向秦佩佑 与贺颜修 最后看向殿上所有人 第289章请封 有关换粮之事 诸位爱卿怎么看 秦艺术发了话 有人站了出来 皇上 臣以为 此举虽不合规矩 但规矩是死 人未活 凡事还是要因地之宜 事实变通未好 此次情况特殊 三殿下与贺侍郎 也是秦极之下有所变通 一切为了百姓着想 虽不合规矩 却合情合理 皇上 规矩与律法 乃是约束众人 不可做违法乱级之事 不可做有备天理伦常之事 并非要约束人 不能做善事和好事 倘若因为律法和规矩 而不能去救人 那这律法与规矩 倒成了杀人之物 实为不妥 皇上 臣也已为三殿下 与贺侍郎此举甚加 但未保公正合理 须严查赈灾期间的 粮食账目 再拙人前往 红政府调查走访 看是否起到 极好的效果 再来为三殿下 和贺侍郎的举措 下定论 每出来一个人 为秦佩佑说话 秦佩人的脸色 便黑上一分 拳头一时握紧一分 果然今时不同往日 连坏了规矩之事 都能说得可歌可泣 说来说去 不过都是哪些 见风使度的墙头草 看他这几日受挫 便想着往那边站队去了 呵 风水轮流转 待他掌权那一日 必定要将这些人 尽数都收拾了个 前前进进 那边来信 明明说贺颜修 与三殿下行为不减 更说治疗实意的 乃是一位男子 怎的变成了一位苏姑娘 好计策 秦佩元忍不住咬了咬牙 丢了一记冷刀子过去 让那左御使安静一些 莫要被瞧出端倪 皇上 秦佩元此时亦是一头雾水 谢皇上 见自己官职宝珠 左御使顶着马后背的冷汗 战战兢兢起身 除皇族宗女以外 唯有有大公于江山设计的 功臣之女 被赏赐过乡君之事 但本朝以来 也不过只有两例 皆是开国功臣 非同小可 那只能说明 那边消息有误 突然被点名 秦佩元急忙收拾了 飞远的心思 拱手道 回父皇 而臣以为 三弟与贺侍郎 此次的确是坏了规矩 但若是仔细论起来 却也是事出有因 异性未明 功过相抵 此次便不要再乏了吧 左御使文言 脸色顿时变了一变 看向秦佩元求助 见许多人为秦佩 又与贺言修说话 秦艺术抬了手 待大殿上 所有人结实谨声 才道 此事起初 三殿下与贺侍郎 早已上奏作者 说明此事 此事虽不合规矩 但也如同爱情们所说 是因地制宜 为了百姓而做 此举功大于过 须赏赐一番 只是赏赐什么 容震在斟酌 且看二人说的 这般笃定 又将全城百姓搬了出来 显然说的也不是假话 皇上 微臣已为 不等贺言修说话 一旁的王阁老站了出来 老臣已为 这位苏大夫 亦得品行极佳 又立下如此大功 往后亦能为国所用 担得起乡君之名 所送的信 被替换掉了 以此为诱饵 钓出他身边的那些鱼 一网打尽 能治好十亿 苏大夫功劳极大 且其医术高明至此 往后也能为父皇 与朝廷所用 危机之时 可堪大用 秦佩佑赴 挥皇上 赫言修道 左遇时所言 陈明女色大约是误传 陈与三殿下 在洪正府时 的确经常与义女子 时常接触 且一同出入 此女子姓苏 归名欲锦 乃是一位名医 不但在洪正府 无偿一诊救助百姓 就连此次洪正府 治疗十亿的方子 也皆是出自 这位苏大夫之手 言之有理 秦一数点头 只是爵位赏赐 大约是因为 有人见这位苏大夫 身为女子 又见微臣与三殿下 对其十分客气 便认为我们 陈明女色吧 还请皇上明察 还微臣 三殿下与苏大夫清白 皇上 微臣斗胆 此次倘若戏论 三殿下与贺侍郎 公大于过 须给予家讲为好 到了秦艺术这里 还不曾有过 秦佩元正在发狠 秦艺术却是突然到 大殿下觉得呢 而臣复议苏大夫 在洪政府名望极高 许多百姓皆是见过 又为十亿尽心尽力 整个洪政府百姓 皆是可以见证 苏大夫 实乃治疗十亿有功之人 倘若为此名声受累 实属不妥 秦佩又亦是拱手道 此乃大忌 见秦艺术犹豫 贺言修张口劝说 秦艺术看了左玉石一眼 淡淡道 左玉石未经和时 随意见过 罚奉一年 以警校游 下不畏力 左玉石此时颇为慌乱 急忙跪在地上 皇上恕罪 使微臣不曾何时状况 误会了三殿下与贺侍郎 微臣有罪 皇上 微臣已畏 苏大夫如此大功 需重赏未宜 贺言修提议 据微臣所知 苏大夫自幼与家人失散 颠沛流离 虽学会了一身好医术 日子却也过得十分辛苦 更因为幼年生活凄苦 被人轻视 不如皇上赐以爵位 加以尊号 也好招告天下 让天下之人知晓 皇上奖励有功之人 有时之事 更加感念皇恩 微臣与三殿下 感激苏大夫 救助百姓之心 更认为苏大夫治疗此次 十亿有极大的功劳 因而奉卫坐上宾客 以求能够造福一二 好代朝廷 以示感激 言冠玉石 上见君王之师 下见群臣之果 只要言之有理 可谓是手握了 免死免罚的令牌 但倘若说的不对 便有构陷之嫌 道是方才左遇使 上奏你们二人 臣民女色 此事且细细说来 皇上 臣复义 否则往后再无忠心臣子 敢做正确之事 只会循规蹈矩 言误正事 秦佩又拱手 大殿下所言即是 此番我与贺侍郎 的确也是有错在先 还请父皇责罚 开先河之事 须慎之又慎 且对方又是平民女子 言罢 众人顿时一惊 就连秦义术 都微微愣了愣神 王阁老乃朝中老臣 王家世代忠良 王家子孙亦是做官清政 素来不参与朝中权势争斗 令所有人佩服 就连秦义术 也对其敬重有加 眼下 王阁老也觉得理应分封 第二百九十章 平安县君 秦义术微微迟疑 皇上 老臣已为贺侍郎 与王阁老所言慎事 老臣也已为此等贤良淑德 医术高明之人 理应分封 这次说话的是 安国公真一鸣 声音洪亮如种 末了更是道 只是老臣已为 这苏大夫如此功劳显著 只是分封乡君属实有些不妥 理应分封献君位移 秦义术 咋这还开始往上台位分了呢 乡君已是不够 还得献君位好 就在秦义术诧意时 秦家术意识站了出来 拱手道 皇上 臣弟已为贺侍郎 与王阁老所言即是 苏大夫理应分封献君之位 只是单单有了封号还不够 还需奖赏一二位好 苏大夫既然悬壶就是 皇上赏赐时 便多赏赐一些医术药材 以供平日所用 苏大夫平日治病救人 这其中也有皇上的功德在里面 可谓慎价 秦义术 咋得又开始加价了呢 而且连赏赐之物都盘算好了 倘若不是在大殿上 他都要挠一挠头 张口问一声为什么了 眼看事情都已经解决完毕 秦义术的手搭在了龙椅的扶手上 准备退朝 其余众人 一同谢恩 谢皇上 如此 便算是满朝文武皆同意了 没听错吧 五星宇竟是为贺言修说话 还觉得他所说的极对 这可是真的 比真经还真 秦义术这般嘉奖 可谓极大手笔 原就生得人高马大 面相粗犷 一脸落腮糊 五星宇此时又说得一副信誓旦旦 生怕旁人不相信的模样 倒惹得旁人有些忍俊不惊 五星宇说罢 又怕秦义术不信 忙又补了一句 微臣说的可是实话 不单单是微臣 就连红政府那边的知府 百姓们 皆是如此说 可以说 能入汉陵 只要能力足矣 往后便可平步青云 成为朝中重臣 热头打戏便出来了 汉陵院编修 从事告涉起草 史书转修等 虽不过弃品官职 但汉陵院掌管的是朝廷日常之事 朝中许多内阁大臣皆是出身汉陵 每次电视时也唯有榜眼 叹花能够入治汉陵院 担任编修之职 大殿上呼啦啦跪了大半 剩下那些个与秦佩元和秦佩恒的党羽 此时自觉站着有些突兀 皆是跪了下来 严尚书咬了咬牙 站了出来 皇上 臣 这满朝文武 哪个不知道五星宇是个憨货 仗着家中权势滔天 总是不将旁人放在眼中 又因为自家与大殿下联姻之事 是贺家为死对头 平日里可谓是说尽了贺颜修的坏话 论功行赏 理应如此 秦一树点头 这是看他许久不曾回复 又趁着他此时高兴 便想提一提赐婚之事了 眼看整个大殿上 只剩下他们兄弟二人 秦佩元咬了咬牙 拉着秦佩恒一同跪下 甚至揉了揉耳朵 此时竟然帮着贺颜修说话 秦一树也是奇怪得很 看向五星宇 五郎中如何也这般认为 秦一树 这王阁老和安国公道也罢了 皆是朝中公骨之臣 许多事情都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倒是这秦家树是怎么回事 此次洪正府之事 秦一树也早已在奏折上知晓一些 也有新家讲 此次见秦佩元开口 便道 依你看 该如何奖赏 微臣在洪正府赈灾之时 与那苏大夫见过几次 的的确确是个医术高明 又任劳任怨之人 乃一其女子 此等女子理应为天下之表率 众人 安国公率先跪在了地上 老臣恳请皇上下旨 论功行赏 分封苏大夫为宪君 而臣以为 安明宪子如此良善 可给予尊荣 加封安明博之位 妻子苏文轩博学多文 做事稳妥 可堪大用 而臣以为 可入京未官 秦艺术点头 便如你所说 加封安明宪子安明博 苏文轩既有主事之才 且文莫即通 便先入了汉陵院 做个编修吧 就连秦艺术 也都有些哭笑不得 接着 秦家术 王队老 秦艺术 秦艺术 贺严修 连带着同旗交好的官员 甚至连五星宇 皆是跪在了地上 请皇上分封苏大夫为宪君 有关安明县子 秦艺术见过一次 因其进退有度 且募捐大量家产 以供安明所用 因而对其印象颇佳 商人牟利 但若是牟利之后 用之于名 倒也帮了朝廷极大的忙 秦艺术抬了抬手 示意其起身 皇上 微臣也以为 贺侍郎 王阁老 安国公和家王爷 所言甚事 此次说话的是五星宇 苏大夫理应分封 宪君之位 且奖赏一二 秦艺术伸手揉了揉眉心 但有关分封一个女子大夫 为宪君之事 谢皇上 贺严修率先谢了恩 带所有人起身 秦艺元拱手道 父皇 此次洪政府赈灾 安明县子出力颇多 四处帮忙筹备粮食 开粥棚 其一双儿女 更是帮忙筹备治疗时 一所用药材 如此乐善好施 父皇也应奖赏一二 秦艺术拟眉思量了片刻后 抬了抬手 既然诸位爱卿 皆是认为理应分封 那朕便下旨 封苏大夫为宪主 苏大夫悬胡即使 治病救人 为百姓带来平安 便赐号平安宪君 圣旨不日下达 着礼不安排册封之事 则得修建宪君宅邸 父皇应名 陈替安明博急速编修 谢过父皇隆恩 秦佩佑叩拜谢恩 他可是素来都是 不欲关乎朝政大事 素来都是没嘴的葫芦一般 在朝堂上一言不发 今日不过是提及一个大夫 论功行赏之事 竟是这般跳了出来 轰抬无价 但接下来的事情 让秦艺术的下巴 险些惊掉在了地上 秦艺术的眼皮略搭拉了下来 严尚书这一张口 倒是叫阵想起来了 严老夫人不日即将过寿 寿淡倒比太后还要早上两日 朝中向严老夫人这般高寿之人不多 理应好好过一过寿 严尚书速日忙碌政务 只怕也不能在家全力尽孝 此次严老夫人寿淡 朕赏赐紧断食品 黄金百两 也算替严尚书表一表孝心 第291章帮扶上尉 说起来 镇元是要赏赐一比玉如意 只是不凑巧前几日 被库房当职之人不小心摔断 虽也可作金香玉来恢复如初 可到底寓意不详 此次便罢了吧 待回头再得了 再赏赐给严老夫人吧 严尚书未官多年 早已练就成了老狐狸 此时听情艺术话里话外的 都在暗示此次赐婚不成 待往日遇到再好的再说 便咬了咬牙拱手 承蒙圣恩 臣感激涕临 臣替家母谢皇上记挂关怀 也在这殿上说句不合十一的话 待家母受担那日 还望各位到家中 食些粗茶淡饭 一定 一定 严大人如此孝心 令人称赞 大殿上的氛围 因为这件事变得欢快了许多 情艺术健壮 站起了身 退朝 在太监响亮的喊声中 所有朝臣自大殿门而出 缓步向外走去 三三两两 凑在一起 交头接耳 家王爷游历数月 也是刚刚归京 大约有许多话 要和皇上说吧 安国公笑道 我听说家王爷此次游历 收获颇丰 更是寻得了红颜之己 大约是要求皇上赐婚吧 下官知道 竟是康氏 怎会 安国公肯指点 下官乐意之志 贺颜修盲拱手道 只是有些受宠若惊 不敢置信罢了 带王阁老卑着手 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 带着生人物竞的气息走远 贺颜修直起身来 听到安国公爽朗的笑声 王小姐 贺颜修思索片刻后 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说起来 当初在河东府时 苏玉瑾也医治了一位难产的妇人 当时便说那人似乎姓王 是 贺颜修知晓安国公和苏玉瑾之间的关系 此时笑着应下 又道 家王爷似乎不曾出来 就连那五星宇在大殿上出生附和 除了因为腹中毒药的缘故 只怕也有因苏玉瑾的医术和坚韧 而真心赞叹的缘故 秦佩元和秦佩恒二人在最后面慢慢地走 脸色阴郁 咬牙切齿 这是要帮扶他们上尾 怎么 不乐意 安国公挑了眉 也罢 你们年轻人根基前 人脉息 许多事情做不到也实属正常 待得聊空 指点你一番就是 他的人屡屡被弹劾责罚 反观老三和贺颜修的人却是平步轻云 且拉拢的势力越来越大 安国公的耳目 果然非同一般 嗯 安国公点头 此人似乎是河东之府去志文那人的姨母 家王爷今日为苏玉瑾请封之事言语 是贺颜修不曾想到的 王阁老所言即是 贺颜修点头拱手 王阁老慢走 安国公瞥了贺颜修一眼 贺侍郎的消息竟是不如我一个老头子的灵通 岳王是现如今这几个王爷之中的掌权派 和家王爷这个闲散藩王不同 岳王打理海上贸易 各朝进贡 来往商船之时 也算手握重权 见安国公如此说 贺颜修和秦佩佑二人互相看了一眼 贺颜修勾纯 笑得一脸明媚 与安国公和秦佩佑一同往外走 秦佩佑和贺颜修此时一脸轻松 并排而走时 皆是脚步轻快 不错 安国公点头 只是这王小姐在当初和婆母已经丈夫起了争执 归京途中动了胎气难产 信德途中遇到贵人相助 这才从鬼门关缩回了脚 据说如同家王爷一般 特立独行 与众不同 说起来 此人大约和侍郎是知道的 安国公道 安国公背着手 笑得脚侠中带着慈祥 更有几分得意 皇叔 秦佩元健壮拱手 且岳王平日与老三和贺家并无往来 倒是对他这个大皇子速日颇为客气 是他评级自己的医术和善良得来的 贺言修 家王爷要和康氏洗劫连礼 而康氏和苏玉瑾是生意上的合伙人 家王爷未讨家人欢心 自然也会为苏玉瑾说话 所以才有了大殿上的那番言论 王阁老是因为苏玉瑾救了他的爱女 贺言修挑了眉梢 我听闻王阁老是老来得女 对这个千金宠爱无比 只是这王小姐当初遇人不输 后与其霍离搬回了京城 但因不喜人多打扰 加上要照顾年幼的孩儿 长期住在京郊庄子上 家王爷 王阁老 安国公 好的很 这老匹夫还是如此脾气 安国公捋了一把胡须 笑眯了眼睛 不过我倒是听闻 这老匹夫虽平日里板正 从不作戴私心之事 这次却为其爱女破例 实属难得啊 平安县君 实至名归 安国公是因为苏玉瑾救了他的宝贝孙女 而任苏玉瑾为一女 既然你们表明了态度 那往后便势不两立 这笔账咱们慢慢算 大殿下 岳王秦陵术走近了一些 到底是年轻啊 大风大浪尖的手 这点子是编这个帕纳的经的 老头子我素来做是随意 许多事情更是帮亲不帮理 往后慢慢习惯就是 这个县君 看似是他为苏玉瑾争取来的 但实际上 贵人 秦佩元自然对这个皇叔也敬重几分 贺侍郎 王阁老微微欠身 看贺颜修有话要说 便抢先张口道 贺侍郎不必多言 老夫并无旁的目的 也并不想违背祖训踏入争斗 不过是善恶有报 老夫想让善良之人有善果 只此而已 连这种事都知道的这般清楚 这般说起来的话 贺颜修再次惊诧 原来是他 早些年在和东府都办驻碧局时 见过一次 的确是与常人不同 哦 秦佩又好奇 皇叔眼光挑剔 早些年连邻国公主都看不上 各种婚事更是推诿不从 现如今竟是有了一中人 还真想知道 能被皇叔看上的人 是怎样的人呢 眼看王阁老在前 贺颜修快步走了过去 王阁老 大殿下不必忧心 不过一时得势而已 成大事者须忍辱负重 不拘小节 秦林树道 与其温和 言语之中满都是鼓励 更是伸手 拍了拍秦佩元的肩膀 已是亲密 秦佩元自觉与这位皇叔 距离拉近许多 尤其听到他说的话中 有得失和成大事的字样时 心思一动 第292章 人快不行了 皇叔近日忙碌 太后受臣 各国进贡朝贺之事 想来也是十分疲累 此时便不多打扰皇叔 倒是我听说这几日 八仙楼里 又上了新的菜式 用的是新鲜海鱼和活虾 滋味甚好 不知皇叔晚上可有时间去尝一尝 也喝上一杯 这算是对他发出了邀悦 秦林树笑眯了眼睛 原是要忙太后受臣之事 但大殿下盛情 没有拒绝的道理 那就是答应了 那今晚我在八仙楼等皇叔 秦配原拱了拱手 秦林树亦是点了点头 热头升高 和煦的阳光 洒满了整个大地 十月的天 已是有了寒意 但今年天气冷的晚 还不曾穿上 此时太阳一晒 反而有着浓浓的暖意 即使在院子里头待着 也不会觉得冷 苏玉瑾一觉睡到了半上午 才起了床 一番洗漱后 在院子里头吃早饭 嗯 回来了 昨下午刚回来 苏玉瑾笑着回话 又上下打亮了胡子一番 你们近日如何 我看你长高了不少 人也长得壮射许多 结果刚出了会兵楼 迎面便碰上了胡子 若是明年春围中 能够考中进士 便能够出事未观 这样的豆腐片外面焦脆 那里有些成蜂窝状 吃起来京道中 有着浓浓的豆腐清香 且能够吸足了凉拌汁 吃起来可谓是鲜香可口 百吃不厌 会兵楼也如往常一般 生意顺利 但因为郑明远厨艺精湛 清河离京城又近 会兵楼的名声 都传到了京城去 有些不畏名头 只为滋味的时刻 也会特地来会兵楼 吃上一顿饭 都说成家立业 先成家后立业 大多数是因为成家这件事 能够让人拥有更大的责任感 也就更加努力 不过苏姐姐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学字的 争取到时候 识得字笔账房先生要多 胡子框框地拍着胸口打包票 郁永夜先前考试中 虽然还算顺利 但名次一直不算考前 本以为按照举人的录取率来说 他今年希望不大 但现如今能够顺利中举 这其中大约也是付出了 极为艰辛的努力 白菜用的是院子里头 自己种的大白菜 因为是到处寻来的 极好的种子 白菜爽脆无丝 有些娃娃菜的口感 豆腐片用的不是鲜豆腐 也并非是五香豆腐钱 而是用酸浆豆腐 切成厚厚的片后 在油锅中炸出来的豆腐片 这来吃饭嘛 自然就不会只吃上一顿 且若是晚上吃饭喝酒时间 有些晚了 便钱翠住在了清河 于是 因为卉宾楼的缘故 附近的客栈生意 也比先前好了许多 几个客栈的掌柜 甚至还给吴建通这里 送了许多东西 已是感谢 胡子如实回答 我还听说 其他的县 府城见咱们这里 飞毛腿的生意好 管得井井有条 也不必再为企儿的事情烦恼 都在商量着 也要成立飞毛腿 要来咱们这里看一看 是如何做的 叶大人这几日 为此十分忙碌 从聊天中得知 于永夜在今年八月份 秋位中考试顺利 已是中了举人 此时正在筹备 明年二月的春围 苏季一切运转正常 虽然双夜已经成了婚 但对苏季仍就是尽心尽力 婆母肇事也十分体谅 并不干涉 只是有些担心双夜过于劳累 平日里时常来搭把手 偶尔也会帮着双夜姐妹几个 做些针线的火警 艾草和柳妈妈准备了许多吃事 苏玉瑾也个个都馋得很 只是馋归馋 肚子是有限的 只能挑上几样来吃 生意是极为不错 人也比先前多了一些 前几日我听柳大哥说 这几个月唇力十分可观 说是要额外给我们艺人 发一套新的冬衣和冬鞋 算作奖励呢 任子真的太难了 明明是长得差不多 可意思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根本记不住 生煎包 豆腐脑 配上腌制的酱菜 此外便是一叠子白菜丝 凉拌的豆腐片 总之 以玉永夜的情况来看 明年等好消息就是 苏玉瑾从郑明远和吴建通这里 了解了大概情况 说了一会子的话后 下午准备去作坊那 见一见冯元昊 看看支部作坊的状况 顺便也问一问 红氏姐妹的近况 现在飞毛腿里面 所有的人户籍问题 还没有解决 现如今只能做跑腿的活迹 但叶大人说过 准备趁其他各县 府正在学习筹备飞毛腿之事时 上表奏折 说明缘由 以求能够帮他们 争取到正常人的户籍 都好 苏玉瑾点头 你们呢 近日生意如何 平日里自学得怎样 苏玉瑾许久不曾吃到 这样家常又何口味的拌菜 又因为生煎包肉之四亿 豆腐脑要的是咸味的 皆是自味浓郁的吃事 越发觉得 这白菜丝拌豆腐前 爽口无比 一顿饭吃下了满满一盘子 飞毛腿火时好 成天鱼肉不缺 我们又是成日在外头跑 长得也就快了一些 胡子伸手挠了挠头 嘿嘿直笑 苏姐姐离了清禾这段时日 我们都想苏姐姐得很 苏姐姐此行可都一切顺利 满足感爆棚 吃罢了饭 苏玉瑾便出了门 至于这字嘛 胡子有点不好意思 学是学了 就是大约他是适得我的 可我却不适得他 胡子正引着 从城门口接到的客商 来会宾楼吃饭 此时刚把人送进去 收了客商 以及会宾楼给的跑腿费 钱还没塞进荷包 便抬眼看到 从二楼下来的苏玉瑾 顿时又惊又喜地 跑到了跟前 苏姐姐回来了 甚至在吃饱饭之后 微微打了一个阁 到各处去逛上一逛 巡视一下自己的产业 说话说到赏武 苏玉瑾到汇宾楼吃中午饭 只要能够有正常的户籍 他们便可以去谋别的营生 甚至还可以自己去做些小买卖 去自立门户 成家立业 过和普通人一样的日子 但讨生活素来都十分艰难 能多认一些字 也算是往后多一些选择 胡子和其他人 都明白苏玉瑾的苦心 两个人正说着话 二牛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先是惊喜地看着苏玉瑾 苏姐姐好 而后又对胡子焦急道 胡子哥 小乖人快不行了 快去看看吧 第二百九十三章 多留个心 小乖 苏玉瑾诧异 那是谁 是飞毛腿里的人吗 二牛忙解释 是前些十日 在城中遇到的企儿 当时我跟胡子哥遇到他时 他正在那狗抢半个馒头 看他可怜 我和胡子哥便问他 要不要来飞毛腿 在听我们俩说完飞毛腿的事 小乖就同意跟我们走 到了飞毛腿也一切都好 他勤快也能吃苦 活作得也好 每天钱也不少赚 就是平时话不多 前几日半夜时 小乖起了高热 柳大哥便去请了大夫来瞧 可大夫瞧不出来什么 只说应该是着凉了 给开了两副药 可这两副药吃下去 人也不见好转 反而身上开始起了浓疮 柳大哥将青河县 大大小小的大夫 都请来看过 都说不知道 为何会起这样的浓疮 也知不好 只能是任由他自生自灭 从昨晚开始 小乖就水米不净 今日晨起便昏睡不醒 方才我看他呼吸都变弱了 大约是不成了 同样都是起儿 都是在飞毛腿做活 此时有人要丧了命 二牛心中难过 说话有些哽咽 带我去瞧一瞧 苏玉瑾说吧 吩咐艾草 快些去家中 拿他的药箱子 他则是跟着胡子和二牛 去了飞毛腿 带到了飞毛腿的那里 柳同生带苏玉瑾 去院子角落里的一个房间 去看二牛口中的小乖 这个房间 原就是为了病人而建 防止风寒感冒的交叉传染 所以修建时 特地修建的相对宽敞 且朝阳 屋子里头 东西也是因俱全 单单是床位 就有三张 小乖此时正躺在 其中一个床位上 呼吸微弱 身上也散发着 因为生了浓疮而产生的臭味 这毒的毒性很弱 若是短期内积累 不会致命 唯有长期接触 慢慢积累 才会发作 且发作时 是以浓疮胃症状 寻常大夫很难发觉 看着小乖 此时苍白无比的脸 胡子等人 皆是有些担忧 苏姐姐 她什么时候可以醒 竟然是 听天命 咱们尽力而为吧 柳同生附和了一句 苏姑娘可有需要 我们要帮忙的 在忙活了好一阵后 苏玉瑾放下手中的 各种东西 在前进的水盆 用混着一些药粉洗了手 不是会传染的浓疮 也能治 就是治的时候 小乖有些受罪 也麻烦一些 苏玉瑾交代完 看了一眼小乖 比寻常人要高挺的鼻梁 以及比常人 更加深陷的眼窝 问道 这小乖是哪里的人 名字听着特别的很 最早也得过了此时了 苏玉瑾道 今晚上若是醒了 就喂上一些肉粥 汤药也再喝上一碗 倘若今晚一直没有醒 明个一早赶紧去叫我 小乖是个跟二牛差不多 十一二岁的半大孩子 身形生得颇位高大 要跟胡子一样高 但偏瘦许多 全身的浓疮 生了有二十多个 当苏玉瑾等人 将小乖身上的浓疮 全部都清理前进时 天儿已是擦了黑 苏玉瑾微微拧眉 那往后 你们对小乖多留些心吧 看小乖这个状况 身上的毒 大约得有两年以上 这般精心要他性命的人 若是知道小乖还活着的话 大约还是会来找寻他的 这些药粉不够 二牛赶紧按我开的方子 去周机药材行拿药 拿了药后 交代他们要混在一起磨成粉 速度越快越好 小乖的浓疮只长了四肢和前胸 后背上并没有长 清洗起来倒是也算容易 等二牛娜拿了药粉回来后 苏玉瑾给小乖扎上了两针后 便带着胡子和柳同生 做清理浓疮 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 也不排除小乖身上的毒 不是旁人下的 而是因为不知道那是毒 而长期接触导致 总之 你们往后多留一留神吧 眼下这个情况 可以说是只能死马 当作活马来因 尽最大努力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 问名字也不说 起初我和二牛只当他是哑巴 跟他说了半天话 他才说出来一个好字 小乖身上之所以长浓疮 不是因为生病 是因为中了毒 苏玉瑾道 毒侵入五脏六腑 慢慢渗出来 身上便长了浓疮 此时不必掀开衣服 以示能够看到他的手背 手腕 以及脖子上长着的 大大小小的浓疮 查看一番 发觉已是有溃烂流浓的状况 是不明身份的人啊 浓疮长的时间有些长 几乎已经累积五脏六腑 此时即便能够清理浓疮 外用药粉制伤 内服汤药调理 但能不能活 也得看小乖的命 只能说尽力事上一事 苏玉瑾先观察了一下 大概状况 胡子和柳同生 按苏玉瑾说的急忙去忙碌 每一个浓疮皆是这般处置 且下手要乾脆利落 但也得谨慎小心 胡子回答 能成起儿的 大多都是家里遭过灾 或者被家人抛弃的 大约并不想说 我们便也没有多问 又见他除了不爱说话 挺乖巧的 就给他起了名字 叫小乖 他好像还挺高兴的 带艾草拿了药箱过来 苏玉瑾先是诊脉 然后往农窗处 附了一些 带麻醉效果的药粉 带姑摸着 药粉开始起作用时 用自制的镊子等工具 对农窗进行清理 查看 苏玉瑾说话时 便将手中写好的方子 给了二妞 继而吩咐胡子和柳同生 你们速去烧些热水 取些烧酒 再找寻一些 前进的纱布来 帮他擦前进身子 附麻醉药粉 用工具挤出里面的浓液 挖掉腐烂的坏肉 用药水冲洗伤口后 再附上生机的药粉 附上纱布 苏姐姐的意思是 胡子顿时有些警惕 查看生机药粉和纱布的 固定状况 皆没有什么问题 苏玉瑾又给小乖整了脉 让柱子给小乖 喂食已经熬煮好的汤药 我明白了 胡子点了点头 苏姐姐放心 我们知道怎么办 从前长期混迹于 城中街道做讨饭的企儿 现如今又做飞毛腿的活迹 于察言观色和随机应变之事 可谓十分擅长 这点事绝对能做好 嗯 苏玉瑾笑眯眯地 拍了拍胡子的肩膀 第294章有客人 时候不早 苏玉瑾也因忙碌了 整整一下午而疲累不已 便没有过多停留 先离了飞毛腿回家去 柳妈妈已是准备好了晚饭 家常豆腐 醋溜豆芽 木须肉 还有一叠子 苏玉瑾喜欢吃的蜜汁鸡翅 红枣红薯粥 酱香饼 柳妈妈现如今厨艺好 样样色香味俱全 令人颇有食欲 劳累了一整日 苏玉瑾此时腹中空空 风卷残云一般地吃了饭 简单洗漱一番后 到头便睡 这一觉睡到了天亮 醒来时 胡子已经在外头等着 看到苏玉瑾从屋子里出来时 眉开眼笑 苏姐姐早 小乖昨晚丑时醒的 按苏姐姐说的 吃了肉粥 喝了汤药 到天儿蒙蒙亮的时候 又睡了过去 我是瞧着 比先前稍微有了点精气神 没那般虚弱无力 但是那些清理了 浓疮的伤口处 流了许多的血水 我们有些害怕 就想请苏姐姐 早些过去瞧一瞧 昨天上的那些药粉 主要是生机的功效 眼下有血水 大约是去腹不够 生机效用在她身上不大 她有的 求生欲啊 小乖此时的脸色 仍就是苍白 但呼吸比昨日 听着平纹有利许多 胡子和柳同生 得了吩咐各自去忙碌 在没有被找到之前 无论如何都会强撑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 小乖睁开了眼睛 但她实在虚弱 身上的伤 每动一下 都在牵扯痛绝神经 让她不得不放弃这个举动 躺在床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隐约只看到 那个长相陌生 但容貌秀丽 身着一身 月白色衣裙的大夫 正在忙碌地帮她 置身上的浓疮 小乖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 即便后背因为疼痛 而冒出了一层汗珠 有些粘腻感受的情况下 也觉得舒畅无比 如此顿顿不重样地 喝上了好几日 柳妈妈见苏玉瑾 这有些凹陷的脸颊 总算略微长了些肉出来 才算松了口气 惦记着苏玉瑾身形销瘦 需要多补上一步 柳妈妈在饭菜上 也是变着花样的来做 但没有成年的 都是小孩子嘛 柳同生看着小乖 夸赞她了一句 小乖是很棒的 在看到苏玉瑾这个陌生人时 小乖的眼底掠过了一抹惊慌 但很快压了下去 挣扎着要坐起来 嗯 小乖点头 片刻后 枕在枕头上的脑袋歪了歪 看向柳同生 苏姑娘 是方才的大夫嘛 看小乖睁着眼睛 柳同生也是心头一清 感觉怎么样 是啊 柳同生道 苏姑娘虽不是专职作诊的大夫 但医术高明 你的这病 许多大夫皆是束手无策 苏姑娘却能治 只来了两次 你这里便有了起色呢 小乖看着柳同生 微微点了点头 接着微微搭落了一下眼皮 还好 小乖回答 不要乱动 苏玉瑾道 我是大夫 你身上的浓疮 昨天虽然清理了得差不多 但后续养护 需得十分注意 每天都要重新擦洗换药 大约有些疼 你需要忍一忍 那些看着吓人 闻着恶臭 连自己都嫌无无比的浓疮 小乖喝下完药后 脑袋有些昏昏沉沉 身上的疼觉得减轻了许多 但也觉得自己的知觉 似乎丧失了许多 人也有些迷迷糊糊 苏玉瑾从飞毛腿回去后 简单吃了个饭 歇了个赏午觉 简单吃了块喷喷香 煎了两面金黄酥脆的肉饼 喝了半碗豆浆 苏玉瑾便和艾草一起 拎了药箱子 往飞毛腿去 好 他素日便是这样 寡言少语的状况 大家都已经习惯 柳同生更是点了点头 那就好 我让沈子熬了肉粥 也已经熬好了药 待会儿你喝点肉粥 半个时辰后再喝药 柳大哥帮忙用温水和药水 擦拭一下窗口 温水擦拭一遍 药水擦拭两遍 待药水自然亮前后 再上药粉包扎 苏玉瑾原本在 洪政府的那段时日 便有些体力透支 回来后又接连忙碌 以至于他现在 始终处于疲累的状况 而苏玉瑾将养的这几日 也没忘记时常 去看一看小乖的状况 他大约是能活下来了 艾草帮着将纱布 剪成合适的大小 二牛和柱子 则是帮忙打水 准备擦洗窗口的棉絮 以及各种工具 且因为那些浓窗被清理过 此时不再觉得 那些浓窗发痒发胀 反而是有种 如是重负的轻松 有些拨云渐日 扫除了满是乌云般 别们的清爽感 你大约没什么胃口 不过苏姑娘说 你这病需得多吃多喝 加快一下什么代谢 这浓窗才能好得快一些 所以你得听话 强撑着多吃些饭食 虽然小乖已经十多岁了 否则 尤其他现在是病人 柳同生觉得 多夸一夸 多鼓励鼓励才行 甚至长松了一口气 艾草和柳妈妈 自然也是看在眼中 也不去打扰他 只由着他睡到日头西沉 待其醒后再将丰盛的饭食 放在他的面前 说着话 苏玉瑾将一颗丸药 递给了一旁的胡子 将这颗丸药混了温水 为他吃下 能缓解一些疼痛 正常地活下来 不过苏姑娘也说 这病能不能好 耗得快慢 全看你的造化了 你若是求生欲强 便无事 若是求生欲不足 怕是要实无医 我看你现在这模样 大约是无大碍的 看诊治疗过程中 要是无巨细 且保持高度紧张 神经要完全处于 紧绷的状况 可谓颇为累人 大约是因为身上浓疮 被清理后麻药过去 大大小小的伤口都在疼 小乖显然睡得并不踏实 再听到脚步声势 便睁开了眼睛 苏玉瑾点头 我这就去 苏玲莲子排骨汤 红枣当归乌鸡汤 山药枸杞炖羊肉 冰糖雪梨 黄芹白纸炖鸽子 百合银杏蒸南瓜 药膳如鱼 苏姑娘说过 小孩子是要多鼓励的 头脑清醒了许多 身体也逐渐有了知觉 能感觉到身上的窗口在发疼 但此时的疼 比这昨晚半夜醒来时 要清上许多 浓窗处理前进 每日按时换药 汤药按量服用 小乖的身体 日渐好转 就在苏玲瑾松了口气 盘算着要不要去烫田庄 亲手挑选些田间的石令菜书 好预备着 给赫颜修制作些烟菜时 有客人上了门 第295章告状 看模样是两对中年夫妇 而两个男子模样有些相似 似乎是兄弟的模样 四人打扮不俗 衣着昂贵 尤其是那两个妇人 身上的衣裳的绣花 似乎是颤了银线绣的 在日头底下泛着亮闪闪的光 黑压压的头发上坠满朱翠 且大多是赤惊首饰 亦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且四人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 在门口时 更是将院子打亮一番后 眼中露出难以掩饰的不屑 虽然来者是客 但对方的动作和表情 皆是令人不大舒服 苏玉瑾眉头微醋 不等艾草将大门开枕 便询问 尊驾何人 这位是苏姑娘吧 兄弟二人中 年长的一位略略欠了欠身 道 我姓胡 明星险 这位是家中小弟 胡心意 不瞒苏姑娘 京城的巨位斋 乃是我们兄弟二人的产业 到今年年底 已是开了足足三十年 在京城也算颇有名气 说句不夸大的话 京城里的九楼 除了八仙楼 便是我们巨位斋了 原来是胡掌柜 苏玉瑾语气仍旧不嫌不淡 略服了服 只是不知二位胡掌柜 携家俊而来 寻我何事 她不记得她和京城的九楼 有什么瓜葛 今日寻苏姑娘 是想聊一聊 有关苏姑娘 所开九楼会兵楼中大厨 郑明远之事 胡心显道 郑叔 家父还在时 看郑明远亲人进去 身是可怜 便多照顾了一番 只是那郑明远野心勃勃 心急又深 见家父心地善良 便乘日缠着家父教他厨艺 家父耐不住 便也时常教他几招 被柳妈妈肯定 艾草笑眯了眼睛 又给苏玉瑾泡上了一杯 他平日里自制的桂花茶 走到了屋中 放到了苏玉瑾的面前 先前倒是听她说过 她幼时跟着家中二叔 到处讨生活 一直到了京城 才落下脚 甚至为了凑足 给二叔的丧葬费 不得不卖身为奴 但也算因祸得福 学了一身的厨艺 而孙氏和韩氏二人 看到院中不曾铺满石板 再打量一番 自己脚上的 断面绣花鞋子 踢起裙摆 点了脚尖 嫌弃挂了满脸 上好的毛尖儿 在热水的冲泡下 散发出清烈十足的香气 整个屋子 都布满了清新的茶香 这些人说要聊 郑明远的事情 四人跟着苏玉瑾和艾草 进了院子 胡兴贤和胡兴义 再次打量了一番这处院落 看到院子里的菜地 大缸里面养着的各种鱼石 皆是扬了眉梢 扯了嘴角 胡兴贤四人见状 也是一愣 而那苏玉瑾杯中 喝得并非是和他们一般的毛尖儿 而是寻常的桂花茶 大约是因为这毛尖儿早已喝腻 反而觉得寻常的桂花茶 更加好喝一些 最关键的是 苏玉瑾用的那个杯子 与他们手中乳白色的慈悲不同 是十分难得的 君瑶所出天清又茶盏 颇为难得 不瞒苏姑娘 这个郑明远早些年 是我胡家的一个仆人 早先是在家中的厨房做杂工 仗着自己嘴甜 哄得厨房里的大厨 教会她的几道菜 便诚日地在家中下拜 这个姓苏的姑娘 莫不是当真大有来头 四人跟着苏玉瑾进了厅堂落座 片刻后 仍旧是胡心显这个做大哥的开了口 苏姑娘也是个生意人 那我便不拐弯抹角 有话直说了 看起来 这所谓的苏姑娘 也不是什么太有权势之人 如此便好说了 后来家父见她厨艺学得快 又被她哄得五迷三道 今时将自己的绝学 尽数都交给了她 让她做我们居尾斋的掌勺大厨 艾草依次端了茶水送上 莫非 这些人是郑明远先前的东家 苏玉瑾顿了顿 竟来说吧 方才茶叶的香气 他们四人皆是察觉到 更是下了一口茶水 越发确认 这是顶级的毛尖儿 哪怕是京城的铺子里面 都没得卖 听艾草这般说 柳妈妈这心里的怒气 顿时少了一些 连连点头 说得倒也有些道理 苏玉瑾有些意外 就是因为不配 才更得给泡这样的茶才行 艾草振振有词 他们不是当自己是根葱吗 那就得让他们知道 咱家姑娘这里好东西多着呢 可不是一般人 让他们心里头掂量着点 别当咱们姑娘好欺负 我刚开始 只当是哪里来的告命夫人呢 这般大的派头 结果不过就是京城里头 开酒楼的 只高气昂成这个样子 柳妈妈抽了抽鼻子 点了点艾草的额头 小姑奶奶 这茶叶可是二爷先前给的 说是宫里头出来的呢 姑娘平日里不爱喝这个 便收了起来 说是平日里待客用 你怎么得泡了这个茶叶 肯定是觉得 他们是京城来的 清河穷乡僻壤的 自觉高人意等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还嫌弃他们院子泥土多 走个路都恨不得点脚尖 生怕弄脏了裙子 二爷和三殿下来了 都没这么大派头 你算什么聪 胡兴显四人互相望了一眼 眼神交流了一番 柳妈妈冲屋子里撇了撇嘴 这也叫客 眼睛长到脑门上去 还没进院子 那鼻孔都朝天上出气了 你看那俩肘里 眼睛都恨不得斜到后脑勺去 拿眼皮子夹人 脸可真大 耍什么威风 柳妈妈越想心里越气 也越发可惜了那些茶叶 这些人就不配喝这么好的茶 这不是代客用 哀草歪了歪脑袋 可看着这院子 你这丫头 倒是长头脑了 柳妈妈笑咪咪地夸赞 原本嘛 若是这人他是肯干 我们胡家不是不能容忍的人家 我们兄弟两个也不计较什么 可偏生这郑明远 仗着自己学尽了我们胡家的绝学 压根不把我们兄弟二人放在眼中 把拦着整个巨位斋的后厨 根本不让我们兄弟二人插手 家父先世后 这郑明远越发变本加厉 窜夺着巨位斋上下 不听我们兄弟二人之言 妄图想着将巨位斋 巨位己有 眼睁睁看着祖上的产业 被外人霸占 我们兄弟实在受不住 只得告到了衙门去 这才将巨位斋拿了回来 第二百九十六章撵出去 这郑明远可以说是性子卑劣 居心叵测之人 苏姑娘往后须得小心卫士 苏玉锦文言 抿了口碑中的桂花茶 点了点头 劳烦胡掌柜记挂 还特地从京城赶到清河来告知我 都是做生意之人 虽说同行是冤家 可咱们两家离得远 自是说不上冤家 倒是因为同行 多了些惺惺相惜 提醒苏姑娘 不要被那奸人算计 也是应该的 胡心显道 苏姑娘年岁小 不知道这世上的险恶 更是容易被郑明远 那伪善的模样匡骗 苏姑娘也听我拘劝 早些将这郑明远 给撵了出去为好 免得往后 也走上我们居未斋的弯路 苏玉瑾看着胡心显 满脸颇为急切的模样 扯了扯嘴角 单单是听着言语 看面上的状况 真的是要为这胡心显 竖上一个大拇指 夸他一句好人 甚至还要感叹他这般 为旁人着想 只可惜 他不瞎 也能分辨得出来 他所看到的事对还是错 苏玉瑾慢悠悠地 喝了杯茶水后 再次点头 胡掌柜好心 我知道了 这眼看着天色不早 胡掌柜一行人 又皆是从京城远道而来 一路奔波劳累 不如 只是自证明远走后 居未斋的那些厨子 不好好做活 又因为他们 为了好好管理居未斋 将后厨的人 撵走了几个后 后厨越发脱离了 他们的掌控 我看哪 咱们也别劝这位苏姑娘了 这人素来都是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她不吃些亏 也是不知道厉害 咱们还是省些 口水和力气吧 当真是油盐不尽 胡心显也有些恼怒 站起身 甩了袖子 既然如此 那我们便告辞了 胡心显客套的笑容 顿时僵在了脸上 看着似笑非笑的苏玉瑾 脸色微沉 苏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尤其孙氏和韩氏两个人 今日打扮的花枝招展 在上马车的时候 难免因为车内空间狭小 而有些转不开身 头上的朱钗 不摇碰撞到车厢上头 胡心显 胡心一说着话 便做事要往外走 孙氏和韩氏也起了身 洋装跟上 不如就早些回去 也免得回家后赶不上晚饭 还要心夜赶路 苏玉瑾悠悠道 胡心显见 苏玉瑾明显听不进他们的话 钱翠站起身来 我们言以至此 也的确是真心实意地 为了苏姑娘着想 更不想这世上 还会有人跟我们一般 落到如此地步 苏姑娘还是仔细想上一想 慎重做了决定 为好 眼看苏玉瑾仍就是爱搭不理 胡心一也有些耐不住 激将了一把 大哥 还是省些力气吧 咱们好心 人家可不当回事 不过是将咱们当成 别有用心之人罢了 咱们还是走吧 免得好心好意 换来一肚子窝囊气 孙氏的脸也仗成了猪肝色 苏姑娘盛情 胡心显准备先礼貌婉拒 以彰显自己的修养 若是对方坚持 再借颇下驴 孙氏也不是个善茶 反唇相饥 弟妹也不差什么 虽说比我略受伤一些 但也是有缘由的 这附加的东西 个个都惦记着 往娘加班 自然是舍不得吃喝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 胡心显的妻子孙是 扯了扯嘴角 我们是吃过那郑明远的亏 实在是不愿再看到 别人上了那丝的当 被他诱骗 才好心好意地提醒苏姑娘 苏姑娘张口就问我们 要赔偿金 这是何道理 不送 苏玉瑾仍就是慢条私理 道 郑叔是我会兵楼的大厨 当初进我这会兵楼 签的是二十年的协议 双方约定若是中途毁约 赔偿金可谓添价 我们走 胡心显和胡心意 皆是咬了咬牙 愤愤走出了厅堂 一路走出了大门 上了自家的马车 马车虽然比寻常的马车 要宽敞些许 但四个人坐到底有些拥挤 不过还是那句话 苏姑娘还年轻 不曾见过人心险恶之事 不知道有些人为了利益 会做到何种地步 还是要多听一听 旁人的劝说为好 都别吵了 胡心显有些烦躁 有那个精神内斗 还不如多想一想 怎么把那正明远 早些给弄回居尾斋去 大嫂最近又见风鱼了 大夫常说 这人若是胖得过于厉害的话 容易生各种病症 大嫂还是要注意一些 韩氏扶正了自己的一枚步摇 一边扯着嘴角讥讽孙氏 这是一点没有拦着的打算 但既然已经放出了狠话 这时候如果不走的话 显得面子上会极为难看 就是 胡心一的妻子韩氏 也帮着帮腔 我们也是为了苏姑娘好 苏姑娘这般说 那也太不尽人情了些 我们好心荡成驴肝肺 真到了被那正明远坑害的地步 只怕又要哭喊着 毁不该当初了 据位摘在京城 若是从前来说 的确如同胡心贤所说的那般 是仅次于八仙楼的酒楼 名声颇大 生意极好 苏玉瑾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慢走 这是不打算将那正明远给撵走了 胡心一也跟了一句 语气不善 苏玉瑾悠悠道 各位空口白牙的 便要我将我这酒楼中的大厨给撵走 看来这赔偿金 各位是打算帮我出了 你 还是因为平日里 顾娘家顾的景 时常被胡心一念叨 此时被孙氏戳中了痛楚 气得胀红了脸 要我说 还是因为大嫂无能 管不好酒楼偏生要插手 做不好生意偏生要做 害得咱们家才那般大的亏空 滋味差 菜是少 各种菜不够新鲜 伙计们说话呛人 巨位斋的生意可以说一落千丈 甚至竟是连那些不入流的酒楼都比不过 胡心贤和孙氏二人觉得这般下去 别说赚钱 巨位斋只怕是要将他们的老本亏了出去 便将巨位斋的一部分的菜谱 拿出去卖了钱 换成的钱做了旁的生意 先是做首饰铺 但工匠难请 材料不易得 就连那些出得起钱 买这些首饰的高门大院都不好进 可以说生意颇为难做 质料不易得 噢 词